第2321集 那群深不可测的始祖居然被荒一剪劈碎肉身 不过这个极数的生灵终究是难灭的 身体爆开也不过是刹那的伤 另外九大始祖共同向前迈了一步 荒没有机会再出手重创他 在血雾中那个始祖重举真身依旧无情绪波动 不急 盛宴终将会开始 最后的敌人将服侍于此 我们也是在珍惜啊 因为未来再也不会有你们这样的对手 荒 或许你们还有另一种选择 假如我等 自身成为你口中的不祥的源头之一 如何 以其品尽岁月河流中的无量美景 贡赏这大千世界的壮丽山河图卷 他一点也没有愤怒 依旧冷淡平静 刚才血肉炸开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我们的不祥力量源头的源出物质可以给你 让你蜕变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或许你将因此而成为终极始祖 回应给他的是荒向前迈步 只身持剑向前走去 璀璨 剑光冲破天地 照亮整片古史 也映照的未来朦胧可见 始祖皱眉 共同面对 超越路进级的力量在弥漫 砥柱剑光 的确很强 很可怕 但你现在杀不死我 即使最赦人的绝境出现 我们也能从祖地中复活 更还论是 今天始祖奇楚 就是为而等变数而来 天命在我们这一边 他平淡而冷漠 说完后 与另外九大师祖向后退了一步 此时还不想与荒对决 他们不再与荒对话 而一位师祖 则看向叶天地对他开口 还有你 叶姓厚生 你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 很多年前就杀了我族陆进级生灵 连高原祖地都无法再复活他 这是好大的本领 你的手段着实惊住了我等 还有那位女帝 成长潜力令人生畏 突破大境界关卡的速度非常迅猛 竟突首击毙先帝 让他涌寂 祖地都感知不到他的存在了 你等皆为变数 崛起的太快 太猛烈 自当诸楚 十位始祖皆看着叶天地 也唯有他们这种生命无尽头 活过不知道多少个纪元 不知起源跟脚的生物 才敢这样称之为叶姓厚生 这时叶天地的拳头发光了 哭鸣声震耳欲聋 特殊的道文闪烁 截断了时光长河 让身为始祖及生灵 都心神巨针不已 说话的人不由自主倒退 他并不想独自面对那个叶姓厚生 有些担心会接不住那种无敌的地拳 怕万一被轰裂 虽说身体瓦解一两次 对这个级数的生灵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确实有损他们的无敌威名 的确出乎我们的预料 你的成长轨迹上是一片迷雾 无知无觉解 竟走到了与我分庭康里的地步 而你的真身也在蛰伏 以分身行走世间 高原尽头走出的始祖 将叶姓视为最后的威胁 推演过后 现已找到分身 自可确定主身 今日将永绝后患 他们并不急于动手 一旦杀了叶姓 此生将再无对手 现在似是在西别 没有立刻收割最后的灿烂战绩 叶姓后生 你这一生极尽璀璨 更是留下数不清的辉煌传说 而最让我们动容 没有想到的是 你的后代中曾有人 几乎可以必成先帝 可他却主动放弃了 那是何等的成就 说舍就舍 从此远去 原本一门两贤帝 实在不可思议 诸世中 各族无数人听到他的感慨 都震撼了 一门两贤帝 简直想都不敢想 天方夜谭一般 夜天帝的血脉 喝气强大 竟可以如此 那个毅力虚空中的伟岸身影 全光璀璨 压得各方大世界都在轰鸣 他无比的冷淡 你们是为了自夸吗 彰显恶土的强大 当听到这种话 所有人都如坠冰角 是啊 细思恶土中的生灵 当真是给人无边的恐怖感 连诗族都有诗人 路进及生灵的数量也相仿 归异诗族中有人摇头 不一样 时至今日 尔等将灭 也无甚好隐瞒 我族之墙 皆因原处物质 那种古老而不可揣夺的灰激 来自无法想象的 无敌力量之源头 是他造就了恶徒长生不衰 况且 你等口中所谓的诡异族群 在未接受原初物质前 根本不算一族 而是来自各个种族 被原初物质 也就是你等口中的不祥源头侵蚀后 发生诡异蜕变 才具为一族 人们动容相当的惊悚 关于诡异的源头 那种所谓的灰激物质到底是什么 为何可以造就这么 智强无人可震杀的恶徒生灵群呢 所以 你那个后人 有资格成为先帝 但却放弃了 着实惊艳事件 一位始祖淡漠地说道 后方 狗黄腐尸等人都无比赖然 他们想到了那个孩子 一个名为叶清仙的灿烂女子 他为了冲返古代 为叶天帝与荒天帝 构建一个特殊的对话桥梁 承受了莫大的因果 哪怕违逆时光 有两大天帝庇护不能磨灭它 但是 还有其他恐怖的大因果 谁妄想改变过去 自源头 重塑 整部人族古史 都注定要承担无量劫 纵然荒再强 以及叶天帝拼死庇护 可他还是应成了太多的劫难 黄论还有师祖察觉 挤出无敌伪力 可惜了那个如同朝霞般明媚的女子 叶天帝的嫡系后人 其道行一再被削弱 最终根基打崩 生死刑灭 在那个时代 叶天帝有一段岁月始终不语 一个人独坐残破废墟上 任时光将其战袍都侵蚀的腐烂了 他才低声呼唤出自己后人的名字 那是一个充满悲歌的年代 是一个让天帝都碍然神伤的可怕乱世 我很想知道 那样一位惊艳的后人甘愿赴死 你是否曾心中堂血 一个注定要成为先帝的女子啊 无数个时代过去 你可曾将他映照到现在 我想根本不可能吧 他承接的因果太大了 注定永迹 魂谷皆已 消灭成尘埃 第2322集 诡异十足的话 像是历刃般 斩在叶天帝的心间 那是他最喜爱的后人 世间还能再见到他灿烂的笑颜吗 便说 你们的伤势注定的 连悲剧也相仿 一门两地的格局 皇爷曾经经历过 其亲子强势崛起 离那最后一步痕迹 即将踏出 却被我亲手击毙 而你夜行一族也如此 交相回应的两家 仅有的两个璀璨的时代 可惜 终究未能成就那样的美谈 同样的悲凉落幕 鬼异十足说完这些话后 让各族震撼 而后又无比的沉默 一切言语都显苍白 还能说什么呢 两位天帝失去了态度 一切都该结束了 此前十足从不起出 是为了魔力我族 但你们惊斗了我等 竟是变数 记忆知晓 自当全力以赴 扑灭一切危机于芒芽 彻底的磨灭赶紧 一味十足冷酷的说道 终于有了情绪上的波动 杀气无边 一夜天帝开口了 你们怕了 是 这一次我们真的被惊到了 竟于场面中悚然而醒 心机不已 本能直觉告诉我的 可能有攸关生死的大祸出现 最让我等震撼与不安的是 我们在沉眠中竟梦到同一情景 始祖不应有梦 但他们的确在那一刻心生感应 与朦胧间一同经历了一场真实而可怕的梦境 在梦中 我们模糊的见到 你们两个变数折服于神秘之地 静待岁月流逝 有朝一日 竟莫名出现在高原祖地中 并带来大批追随者 对我等大开杀戒 关于那个梦虽然朦胧 他们只看到部分残缺的画面 但是却感觉太真实了 宛若曾经发生过 有货者在未来一定会真实出现 在那梦中 慌更强了 折服的主身亲子 以剑胎横扫 连杀三大师祖 而叶姓后生 一杀了两大师祖 还有一人很模糊 哭着笑着 壮弱狂颠 也杀了一位师祖 着实惊得诡异 师祖发肾 头皮发麻直接惊醒过来 可怕的梦境 我们竟然 我们竟看到六位师祖毕命 二令四大师祖却始终未见身影 难道提前就被杀了吗 一位师祖悠悠的开口 那个梦 让他们遍体生寒 所以他们复苏后 联手推演 要在第一时间 除尽变数 可笑 你们相信梦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时 畏惧到了何等地步 后方的大世界中 俯师忍不住低语 鬼异师祖看向天脚椅 狗黄 俯师 斗战圣元等人平淡地开口 在梦中 儿等都出现了 追杀我族后辈 而你等都是应该死去的人 结果现在 却被证实都活着 面孔与梦境中那些人 对应上 印证了梦境非虚 在梦中 我们是失败者 你们以胜者的姿态 斩灭我族 或许那就是我等真实的结局 不过 两人心有所感 感觉诸实上仓等地 大千世界 无穷宇宙宇宙 无穷宇宙等都震颤了一下 这一切都变化了 时空紧乱 未来可能变了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一切呢 冥冥中有什么强大到不可理解的生灵吗 无论是黄还是夜 一时间都沉默了 暗自推演 但却发现 古今时空都有一缕优物飘荡 一切都不可预见 没有那样的人 不会有那样的生灵 慌开口 他确信没有什么人 可以在幕后导演这一切 他有无敌的自信 望遍古今未来 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 敢只身一人走到他面前 都将会被他的剑胎斩暴 是反噬吗 将逝去的那些故人 于古代映照到现实 由死而活 我等必然承接了无量因果 更不要说不断搅乱岁月河流 改写无数人的命运 颠覆了太多 最终这引发了最为可怕的后果 一切都不可预测了 大千世界无穷宇宙 因此激烈变化因果紊乱 大势颠覆在反噬我们 莫名危机到来 我们所看到的时空走向 被改写了 诡异十足所说或许是原本应该出现的大势轨迹 那一切原本是真实的未来 但现在被重俗 叶天帝低语 他觉察到了某种可怕的反噬 一缕幽物遮掩大千宇宙 拥有无穷的可能与变化 不仅是荒 叶天帝近年以来也复活过许多故人 曾在古代映照那些人于现实中 而慌更不必说 当年诸室崩坏 四夜惶惶 天地荒芜 争片星空下 只剩下他自己了 他独自复活出一个原本已经葬下去的时代 承接了无量结果 慌点头 他也是那样认为的 绝不相信有个体生灵可主导这一切 只能是古今未来无穷世界的反噬 十大师祖惊异 他们有所觉 更有所惧 他们原本真的会死去吗 鬼异族群整体都被人斩尽 这不是反噬带来的 而是有个生灵 他可以做到这一切 一位师祖开口 不愿接受是荒芋叶 搅动了这一切 大忌我们在祭祀一个人 他是握足一切力量的源头 他不知起点 不知归处 或许死去了 但依旧让我等皇宫敬畏 诸天各族震撼 一位师祖竟说出这样的话 大忌为谁 竟有一个具体的生物 那到底是什么 局势茫茫 真的有那样不可理解的存在吗 第2323集 连恶土中的陆晋级强者都一阵悸动 有些事不能深思 不然会很慎人 让他们都强烈不安 甚至感觉绝望 他们在担忧 自身有朝一日会否成为祭品 起初看你等厮杀挣扎崛起 不过是为了魔力我族 避免自满与懈怠 现在既知识变数 自当全力抹杀 一切都该落幕了 一位师祖提高声音 决定动手 斩出所有后患 以分身为食 追溯知主身 杀之 这是诡异师祖来此的目的 不可能找不到主身 他们有无敌秘法 既掉眼前的荒与叶 便可沿着英国县去 彻底的摸灭主身 荒与叶早已准备出手 比他们更先一步行动 荒 双手持大剑 猛然的轮动剑台 哄得一声抢仙发难了 这一刻 璀璨的光芒永远烙印在天底间 无论多少年过去 这天上地下 人间与世外 都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痕迹 黄黄见光横扫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实 亦或是未来 无穷的生灵 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时空 身在过去 还是身在时光河流 注定要去的将来 所涉及时空 所有生灵都震撼的抬头 看到了时空被刺目的光束 劈开 时光长河断裂 天地间唯有一道永恒的恐怖 剑光横管 斩断万古 古代的那些时空 明古时代 仙古时代 乱古时代 那些古人都恶然 仰望天穷震撼不已 尤其是乱古时期的生灵 他们看到了谁 是他们这一纪元的荒天地 荒 你出现了 这么多年你去了哪 一个人在战斗吗 我们想念你 想帮你 许多人悲怅呼唤 接着是靠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士 木的抬头 看到了璀璨 剑光中毅力的身影 只身轮动剑胎 杀向十位莫测的黑影 所有人 顿时头皮发炸 那是 荒吗 整篇古时都见不到他了 今天他又杀出来了 只身在于无法想象的生物大决战 至于现实 时光大河断裂 刹那即永远 岁月像是凝固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握紧拳头 僵硬在原地不动 唯有瞳孔大征 却无法看到剑光中的伟岸身影 而未来 整片天地大势 像是被这一剑改变了 无穷废墟上 数不尽的残破大宇宙中 后世人仰头 看着那自古代展来的志强一剑 亚踏时光河流 截断碎雨 让光阴碎片 蹦践的到处都是 那最为绚烂的剑光映照在未来 影响了整片时空 伴着慌的一声大吼 慌慌剑光截断了古今未来 十大师祖身上同时有血光剑气 纵然身体模糊下去 运转无敌密法 也无处可躲 争骗时空 无处不有剑光 石道黑影中有数人被斩暴了 慌 一剑独断万谷 批中每一位对手 时空因他而断并改变 夜夜动了 他并不是冲向十大师祖 因为他知道先帝难死 十祖更难灭 强大如荒 也无法磨灭十祖 利用荒 疲开万物 隔断万谷 短暂横压十祖的机会 夜的双手发光 道文无数 密密麻麻 较之在身前的残破大世界中 要将其他人都送走 那些是顾旧 是战友 更是希望 也是未来的种子 诸是军烈 时空暴开出一条路 那些人被朦胧的光笼罩 要被送向远方 通向永恒位之地 他与荒都被锁定 想送走一批种子 那将是未来撕开黑暗的曙光 他希望后背更强过将战死的先辈 然而 长空不稳 宇宙瓦解 有许多身影足路 严重干扰了那条逃生路的稳固 通道有可能会扎开 诡异种族中的路径级生物出现 无论是什么年代 数位路径级生物同时出世 都将是震撼所有宇宙世界的大事件 古史中都没有过几次记载 而现在诡异族群的先帝一起出世 却只是为了足路 纵使万古流转 无数个时代过去 今天都将要被铭记 发生了太多惊悚世间的事 十位先帝足路 他们连眉而机 要葬灭通道中的所有人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叶的对手 但这样干扰通道却是致命的 叶一声低吼全光刺目 画成无穷的小顶 像是一万大道莲花绽放 挤压满天地 稳固那条逃生之路 他执意要送走所有人 因为他与皇注定走不了 被始祖盯上 未来寄望在这些人的身上 可是破坏远比建设容易 实地横空本就是无敌的格局 现在要毁灭一条通道实在不难 突然 极尽灿烂的光芒发出 震耳欲聋的道音绵延不绝 一位白衣女子自天外突兀凌晨而来 揭白手掌发光 瞬间而已 便直接打爆了一位先帝 他没有什么话语 风姿绝世超凡脱俗 但是却也杀气无边 出手时凌厉至极 白衣女帝出现太快了 如同雷霆风暴 没有任何话语 直接下杀手 噗的一声 接着又一位先帝 被他的束手搭爆了 他看起来很美 超然尘世上 但是却也带动着无量的杀截 体外尽是结光 洁白的手掌不断拍出 先帝不死永恒难灭 可是现在依旧在解体 被一位绝代利人生生的轰碎 与此同时 夜长发乱舞 向前踏步 全印发光的同时 也直接震爆了前方挡路的 数位至高强者 然而叹息声传来 一度黑色的墙 像是高不可攀的魔山 挡住了那条路 更是将整片世界都截断了 一度让人绝望的墙横 跟前方挡住去路 那是十足的叹息声 几位被荒展开躯体的黑影 自虚无中显照 十个生物模糊的身影 齐显 共同向前迈了一步 他们的手段 他们超越大道的能力 无处不在 只需要实地稍作干扰 他们的叹息声 变化成符文 截断时空通道 让所有被庇护的人都坠落了出来 若非荒 雨夜 还有女帝出手 竭尽所能庇护 那些人直接就要崩解了 第2324集 所有人都坠落出来 逃生通道破碎 整片世界都在军裂 没有一人可以逃走 黑色的墙 耸入云霄外 压抑无比 截断唯一的生路 像是黑色的大山 横跟天际 高不可攀 散发着不祥的契机 他遮蔽日月 让天地间无比昏暗 宛若真实地压在人们的心头 让人要窒息 何必呢 何苦 一切都早已注定 你等走不了 天上地下断无声极可言 一位始祖开口 俯视所有人 而后他又单独看向女帝 你来与不来都一样 大清算来临时 诸事中的地都将被推演出 不复存在 接着 时光海游若在沸腾 都转星移 沧海桑田瞬间及永恒 在昏鸣声中 诸事共振 大前世纪 无尽宇宙 时空都在哀鸣 都在瑟瑟发抖 更古更今将要轻塌了 在诗人震撼 而又惊悚的目光中 有模糊的东西出现在 十大师祖的身后 将他们衬托的愈发 诡异难测 可不无比 竟然是石口古观 有的古观 竟生机勃勃 长有枝条 挂着灿烂的叶子 每一片叶子都能承载 真正完整的宇宙星空 而有的古观 则是由数十上百种母精 混注而成 全系母精合一 超越极限 成为不可思议的器物 让大道都在他的境前焚烧 化作虚无 石口古观出现在 十足的身后 他们的气质彻底变了 越发的不可揣夺 周身都在散发 不祥源头的气息 石口古观齐阵 各自开起一角 而后诸天万界哀鸣 仿佛承载不住那种神秘 而又涉人的物质 不同的观果中 竟有不一样的特殊物碍飘出 而后各自分别倾泻在 相对应的师祖的身躯上 异口古观中 向外流淌黑色灰烬 那是不可思议的物质 出观后渐渐的化成黑物 接近观前的师祖肉身 又化成黑血融了进去 让它无形中像是蜕变了 力量恐怖提升 另一口观中 灰色物质扬起 接着灰雾弥漫 将前方的师祖覆盖 还有一口观内 又带着弹金光泽的灰烬飘出 将那口观前的师祖笼罩 令它周身金黄 让争宁与长满农蜜长毛的脸 都显得刺目许多 散发恐怖光辉 石口古观中 各自溢出不同的灰烬物质 汇聚向十大十足 让他们的气息 格外的害人 有些不同了 那片残破的大世界中 狗黄 九道义 石灌王 天脚椅 黎达等人全都心计 脸上写满了金融 感觉心头压抑无比 他们知道 这才是十足的全胜姿态 当初阳间大战 无数人陷入绝望 呼唤慌 在他第一次出现之际 曾低语 我一直都在 那时 他露出行踪 人们便发现 他一直在与三大十足 对峙血战 而与他对峙的 三大十足的背后 各自有一口骨官 那是诡异力量之源 现在 十足现身 他们的官果终于也出现了 意味着 他们真的要对 荒与叶全面动手了 注定是不死不休的血战 荒没有在这时出击 因为他知道 官与人本就是一体的 无法隔绝 战斗这么多年 早已洞彻本质 识人的力量源头 就是源自观中的物质 彼此已融为一体 他反倒想观察 官与始祖间更进一步的本质 想要有所获 必要有所付出 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 一位始祖开口 满脸浓密的血色长毛 极其的吓人 他像是在承受着很大的痛苦 纵然与不祥源头的物质融为一体 可现在被过于浓郁的力量侵蚀 他竟也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慌 夜 其实你们才适合这种源出物质 我等只能承受到这种地步了 而你们或许可以全部承接住 并且毫无痛苦而言 不妨再考虑一番加入我等 富汗大千宇宙的瑰丽山川 共赏那如画的世界图卷 慌不于理会 夜的双目则很冷 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源出物质呢 那样的话 强如他们也将会蜕变成怪物 不再是自己 又是一段岁月失去了 黄 让我来掂量一下 你到底有多强 那个身体 带着斑斑黑色血迹 满身都是浓密长毛的十足走来 今日第一次主动出手 虽然曾对质漫长岁月 但是进谷以来 他们的血战的时候不算多 现在他很郑重 要发难了 在他的手中 持着一根铁棍 上面坑坑洼洼 满是撞击凹陷下去的痕迹 但是却散发着圣人的气息 这样的兵器 连大道神殿都无法靠近 在他外部全面断裂 就如同始祖般 这是超越了道的凶器 那根铁棍 像是可以压他无穷宇宙 还有斑斑地鞋在上未干涸呢 那是很多个纪元前 死在这条铁棍下的绝顶路 晋级生灵留下的 揭示了那一个又一个 时代曾经的悲凉 此兵器没有煞气 更无道则蕴含在内 但是却更加的涉人心魄 连准先帝接近他 都要瘫软下去 面对这样背负骨官 与全圣姿态走来的强敌 谎沉稳而冷静 单手平举起简台 指向此人 刹那间他又接连指向另外三人 连指四大十足 他要干什么呢 起初还有少部分人不解 但是下一刻他们就明白了 荒耀之身独占四位 全圣姿态的十足 最终依旧是曾与他对峙过的三人走来 第四人并未动 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沉默 但却极其强势的荒天地 没有声音 但众人顷刻间感觉天翻地覆 古今似乎要断裂了 这才意识到大战在无尽遥远的室外爆发了 黄超越一切速度 逆速光阴河流 举剑向着三人杀去 盖世的剑光割裂万物 破灭原始混沌地 将三人覆盖 火星死剑 那是兵器在碰撞 那是强者在对决 超越诸室外的原始混沌沸腾 又刹那干枯 真干 三大师祖 以仍挥动恐怖的铁棍 斩灭一切 连大道都弱于那个层次 不可接近它 当地一声 在刺目的光芒中 简于铁棍撞击 刹那就是亿万缕的光芒 飞溅而去 磨灭了天地 更是剖开了光阴之海 另一位师祖并没有兵器 整个人化成雾碍 将荒那里淹没了 直到最后 大雾翻腾间 才有一只金色 而又长满鳞片的大手 与荒天地的左拳弦照出来 激烈碰撞 所谓不灭体 与永恒今生 在那位被金色物质覆盖的 师祖面前都微不足道 无论多么强的体质与道则 与他相比 都远远的不够看 金色而又不祥的大雾翻卷 这位始祖发光的拳头与手臂满是鳞片 每一次轰出都震他固有进化路的一部分 他要从源头磨灭黄 可惜 黄天地的拳印与他手中剑一样恐怖无匹 拳光滑过 宛若亘古长存的第一缕光照亮永恒的黑暗 倾斜向现实又普照向未来璀璨无边 在可怕的撞击身中 师祖的拳头堂血 颤动不已 浓郁的大雾倒卷了回去 刀光卷天地 如同无数的星河坠落 那是第三位师祖在出手 要剥杀掉黄 血量的刀光覆盖了室外之地 黄只身独占三大师祖 勇猛绝伦 虽不言语 但是霸道无敌的姿态尽险 独自震慑了三大师祖 在全光中 在铁棍与刀斩宇宙的光华间 他纵横于世外 永不可挡 只身杀相三位 不可揣夺的存在 天脚已 九道一 石冠王等人感同身手 虽不可窥视战斗之全貌 但是却能体会到荒的心堵 恨不得以身代之 冲向那外人无法攀登的战场中 他们低吼着 握紧拳头 身体都在激动的颤抖着 绝世争锋 这是古今以来最为罕见的大对决 历代以来有几人可目睹 这是旷石大战 纵然是路径级生物 见到后都瞳孔收缩 含毛倒数 这种极数的生灵决战 可以动辄就是很多万年 也可以在轻刻间落下帷幕 要看他们是用尽手段决战 还是血拼本源枯竭落幕 在可怕的战斗中 荒如同鲲鹏斩翅 又似祖龙有悔回首 力量 雄魂无可抵御 一路强势到底 他应接而生 自最为黑暗与血乱的年代走到今天 就是为战而生 为斗而活的 大战极其惨烈 三大师祖的不祥血液飞溅起来 而荒野在堂血 这个极数的人全力以赴 毫无保留 远超世人的想象 所谓的道责党 对他们皆无用了 到了这个层次 早年便已将所有的道都焚掉了 比陆晋级生灵要更强 超越在上 虽然说这个层次 未曾以不可想象的高度远超先帝领域 不见得可以自成一个大境界 还不算圆满呢 但是 如果非要勉强称呼 可谓之祭道 焚尽规则与秩序等 祭调至高大道 这才是真正的极锦升华 无敌在上 最终 三位始祖将在原地不动了 其中两人满身裂痕 那是绚烂的见光所致 他们在刹那间爆开了 最后一人 则是在全光中全面的炸碎 瓦解 余煞时间蒸干了血雾 不想躯体破灭 他们的官则模糊了 消失不见 可惜这个极数的生物太难杀死了 并未被磨灭 只是在这次血拼与电量对手的过程中被荒杀爆 荒自身也负重伤 躯体上有几个可怕的血洞 有铁棍刺透所致 也有拳头洞穿的伤口 他也在慢慢的解体 不能保持肉身完好了 在最后关头 他形体挖解前 猛力的挥出一箭 原本那站在场外 曾被他以剑点指 却未曾参战的十足 噗的一声 自眉心开始 血溅而起 竟被荒天地生生的力劈了 化成两半躯体 十足血横流 直到这时 荒材彻底化成一团血雾 始终是没有能保住躯体不崩灭 就到一大叫着 不 木刺欲裂 怎能相信呢 从来的无敌世间 横推所有对手的荒 在今天竟被人合力绞杀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荒 竟有这样被动的时候 漫长岁月以来 他从未败过 想到他就让人心中安稳 无惧未来 不怕诡异与黑暗侵袭 无论陷入多么绝望的境地 想到他就能让人心安 可是现在人们意识到荒太艰难了 十足若是联手的话 对他也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难道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经历着这种肉身 随时会崩解的惨烈战斗吗 被荒最后一剑劈开躯体的十足 他的两半身躯瞬间又愈合了 他眼中露出可怕的光束 荒最后关头居然给他来了这样一击 在将要解体前 竟将他生生劈开 令他觉得再大意间被人羞辱了 不过这种生灵终究是超脱在上 刹那又冷漠无情 毫无心绪波动了 只是锁定了自那血雾中再现出来的荒 而另外三大十足都宛于荒 恢复出身去 一夜也动手了 连续轰爆挡住他去路的先帝 转身杀回到荒的身边 与他并肩而立 共同面对十足 既然无法将人送走 他虽有遗憾心中伤感 但也没有影响战斗意识 果断回来 要与十足决一死战 并且他将主动出击 拨杀十足 多年来 他还未曾与十足真正全面的血战过呢 现在伴着他的吼声 那恐怖而璀璨的全光淹没了天地 血气滚滚而上 覆盖苍鱼向前轰杀过去 激烈的大战全面爆发了 时隔无尽岁月 一夜天地再次毫无保留的出击 要杀十足 将与世间血战 他并不是针对一位十足 初次与这种生灵决斗 他就想拉上两三位进入场中 最终 两位十足冷漠无比 双目尽是杀意 直接下场要与他交手 一个满身白色兽毛 像是无数个纪元前的僵尸复苏的十足 从模糊之地迈步逼近到现实中 他徒手而来 沉重的脚步声压得室外原始混沌 谷地都在炸开 让乡邻的那些大宇宙也在军裂 万古诸天像是要毁灭了 这样一个生物仅仅走来而已 从高原悲观而出 就造成这样一种可怕的景象 另外一个生灵穿着残破不全的甲皱 有干枯的乌血凝固在上 而身上更是粘着埋关地的腐朽土质 像是一个厉鬼复活临近现实 他手中持着一柄滴血的铁戈 凶兵没有一点光泽 懒淡无比 但是那滴落下来的 未曾干涸的滴血 却说明了过往的一切 在他背后同样有一口关 当他临近时 诸世间的时光河流断掉了 大千世界仿佛定格在这一瞬间 这个生灵极度的强大 首先发难的是持铁戈的十足 那次目的光芒划过 让也不知道多少宇宙裂开了 各自像是被无情地切分为两半 这一切都只是铁戈散发的余波 所溢出的一丝丝气机所致 唯一庆幸的是 主战场远离大千宇宙 在世外之地所波及的宇宙世界 多为残缺的废弃之地 荡的一声鼎鸣 夜的身前出现一口血气大鼎 宛若真实的兵器凝聚生成 直接挡住了那可怕的铁戈 同时 夜天地无敌的权力爆发 整个人如同龙出深渊 强势无敌 无惧地向着两大师祖正面攻了过去 激烈的大战爆发了 时隔无穷岁月 人们再次见到了夜天地的无敌风采 他神勇绝伦 哪怕面对背负古官的师祖 力敌最巅峰状态的恐怖敌人 他也从容而镇定 拳印横压诸实 气壮山河 徒手将超越大道领域的铁戈 打得火星死剑 坑坑瓦瓦 领之残缺 血色大顶横空 几乎将一位师祖收进去 顶中丝丝缕缕的血气 如丝陶垂落 要震杀盖带师祖 许多人热泪盈狂 狗黄 俯师 圣皇子等人 几乎要大吼出来 无数个时代过去了 漫长光阴流转 他们又一次看到叶天帝的无敌风子 恍惚间 人们仿佛回到了从前 叶天帝踏禁区 镇压动乱 只身杀的群敌颤力 沉默无声 天帝踏时光 自荒谷时代一路崛起 一路强势杀到现实来 与那高原尽头走出的恐怖施主 绝世正风 天地泉不断的爆发光束 血气大顶轰鸣 与那两人激烈的对撞 铿枪之音 震动了万古时空 各界皆在发抖 在室外附近 数之不尽的残破大宇宙 因他的全光而生灭 一拳起开天辟地 一拳落万物凋敝 那个满身都是雪白瘦毛的始祖 本身就是以体魄强悍而惊实 他浑身发光 刺目之极变成了赤白色 如那璀璨的混沌 仙金铸成 不朽不灭 坚不可摧 其拳头灿烂 而可怕 不断地砸断大道 将许多进化路都撕裂了 全光所向 丝丝与缕 残余流光而已 附近的大千世界 便都被洞穿了 可是 这样肉身可怕的始祖 他的拳头依旧在淌血 血肉都模糊了 而后更是要炸开了 因为 一夜天地的拳印 比他更可怕 将他的拳光压制住 让他的肉身出现裂痕 十足血四溅 这是震惊古今的绝世大战 也力敌两大始祖 不断交手 杀到了白热化 他们各自都全力以赴 很明显 夜占据了上风 第2326集 最后 在刺目的拳光中 在与始祖的拳头 以及铁戈的碰撞中 双方倾尽所能对决 血染事外 在扑扑两声中 两大始祖被夜打爆了 在场中彻底炸开 血与碎骨四处飞溅 刚才 他们各斩所能 杀到了极限境地 而夜的身躯上 也满是裂痕 有崩开的迹象 马上就要爆开了 但是 他却依旧在艰难的脉步 从不屈服 抑制如铁 向着前方 其他始祖杀去 到了这种境地 其他始祖早有防备 不可能再出现意外 尤其是 曾被荒最后一剪 劈成两半的始祖 更是面皮抽动 瞳孔阴冷无比 在其他始祖的干预中 夜的身躯 终于支撑不住 也毁掉了 成为一团血物 染红混沌地 在这种极数的战斗中 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 毫无疑问 这是最强之战 当夜的身体再现出来时 对面的两大始祖 才渐渐的凝聚 脸色无比的难看 他们身后消失的骨关 也重新浮现 寂静 很长时间 双方都没有说话 而那片气氛 极其紧张的 残破天地中 九到一 天脚蚁 狗黄 石冠王 俯尸等人 虽然曾心情激动 可是到头来 却又感觉到了 难言的压抑 因为 十大始祖 背靠神秘高原 即便最后真的陨落了 也是能复活再现出来的 而荒与夜 他们却没有这种 无解的仪仗 一位始祖终于开口 到了你我这个层次 彼此早已了解根底 这个极数没什么秘密可言 分身与主身无区别 我想你们的真身 已经将战力都度给分身了吧 主身现在 也只是负责坐镇于未知的密土中 确保自身真我永恒不灭 哪怕分身战死 主身耗费漫长光阴 还是能将道行修回来 可是 今天 一旦我等记掉你们的分身 便可沿着因果线找到主身 甚至可以提前发动秘法 先一步找到你等真身 故此 还是让你们的真身主动出来吧 多少 还能再给眼下的你们增加几许战力 不然便彻底没有机会了 黄与叶都没有回应 平静而又沉默 到了现在还需要多说什么呢 两人都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现场寂静 有一股难言的压抑 气息弥漫 令诸史 大千世界 所有完整大天地的生灵都颤离 感觉世界末日要来临了 生命将走到终点 无论相隔多少个宇宙 距离多么的遥远 但凡活着的生灵都心有所感 内心生腾起无尽的恐惧 可惜 未来再也见不到像你们这样的人 若是给你们时间 你们两个的变数 都是可以走到终极顶点的生灵 而今天就要被葬灭了 没有机会蜕变 一位始祖开口 连他都说出这样的话 可想而知 荒与叶的潜力多么的大 这更加的让世人震撼 两人已经足够强大了 若是单对单 都足以强势的批杀始祖 可是现在竟从那等恐怖的生灵 口中得知 他们还可以再生化 眼下看来 这世间真有生灵 可以超越几道这个领域啊 庆幸的是 我等于梦中交感 提前复苏 将提前终结而等 始祖开口其话语震撼人心 许多人第一次知道 始祖与荒还有叶 所屹立的领域 竟是祭道 而依照他们所说 荒与叶最终的成就 应该可以超越祭道 从而真正达到始祖 都只能叹息 却永远无法攀登到的领域中 后方的残破宇宙中 纵然处在敌对立场的 诸天进化者 也很想问 真有那样的生物吗 不过 刹那间他们就沉默了 或许 始祖大计就与此有关 一位始祖开口 段时间杀气无量无边 你等 将成为我们记忆中 一段灿烂的篇章 你们 走好 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意识到他们终于要下死手了 之前有始祖说 要掂量荒与叶 现在到底有多强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无穷杀机开始爆发 沙世间 诸世界都成为血色 天穷大地上尽为赤红 无数的大宇宙天地 仿佛已经提前流血飘路 红雾与血雨磅礴 预示了这世间最强的生灵 将要陨落了吗 大前世间有感 一再哭泣 恍惚间 人们已经看到 一幅悲凉的画卷 徐徐展开 可惜了 虽不入我族 但依旧令我等心有感触 见到了可以超越 祭道领域的生灵 送你们两人上路 请吧 十足未曾羞辱 给予了荒与叶很高的评价 这意味着 下定决心要杀他们了 狗黄九道一 黎达腐尸等人心中悸动 无比的焦躁与忧虑 他们不愿意见到 无敌的两人血见世外之地 如果当黄与叶都成为了历史 消散在天地间 这世间便再也见不到曙光 失去扫平恶土的最后希望 显而易见 黄与叶潜力无穷 是可以不断成长下去的生灵 而十大十足的成就 几乎已经横顶再无前路 他们惧怕那两人的未来 必杀之 轰隆一声 天地轻浮 古今像是倒转了 十大十足一起向前迈步 合力的剿杀荒语业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十足彼此间 有莫名的纹路出现 超越道文 那是路进及生物都难以理解的 可怕纹理 将十人连在一起 十足毅力在十方 何为荒语业 无量光发出 十足像是凝结为一个整体 成为一位超越祭道的终极十足 他们的身影出力室外 一会儿聚一会儿散 到处都是 这一刻 无边的压抑气息浩荡 让路进及生物都颤立 感觉灵魂难安 心中竟生出无尽的惊悚感 就更不要说其他圣灵了 皆有种冲动 想要将自己献祭出去 碰的一声 十人动了 一起对荒 还有夜出手 刹那间 世人眼中无所不能 古今天上地下 无敌的荒语业 接连遭受重创 尽管他们的攻击同样恐怖 可撼动古今未来 但是在他们的躯体上 却不断有血溅起 席卷古今未来的光芒 将那里淹没 时间不久 黄雨夜便出现危机 他们的形体爆开了 成为了两团血雾 两人在线 不顾生死 再次杀伐 鲜血染红室外之地 与此同时 远方有先帝出手 针对狗黄 俯师九道一等 天庭布中 纵然女帝凌空 绝带无双 可是她一人 也难以挡住 十地所有的功法 一刹那而已 就有一批天庭布中 化成血迹 自世间烟消云散 黄雨夜 纵然在大战中 也感应到了外面的一切 双目中 皆爆射可怕的光束 让十地精产 毛骨悚然 十大师祖看出端倪 再次出手后 有人开口 见到追随者死去 你们心中有痛 但却无力回天 按照你们的性格 绝非惜命之人 现在既然注定了要陨落 且主神早晚会被我们寻处 却没有第一时间召唤而至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要十祖做出推断 依我猜测 你们的主神将力量度给了分神 再加上昔日的伤 恐怕主体有些不妙吧 所以两道真身来与不来 在你们看都难以改变什么吧 亦或许真身的状态 比我们想的还要糟糕 在沉眠中等待复苏 连身为分身的你们 都暂时无法与主神联系上 这多半就是真相 既然如此 那么就由我等 提前将你们的主神找到吧 十大十祖动用了他们最可怕的手段 以荒语业的分身为影 追溯主神想杀之本源 厮杀到现在这一步 他们绝不允许功亏一愧 不等记掉眼前两人再找主神了 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主神的虚弱状态 使人彼此间相连的纹理更多了 浓密无比 恍惚简 他们仿佛真的皈依了 气息越发的害人 先帝望之 都为之胆寒 肉身发抖 不敢再直视 无量光爆发 天地中密密麻麻的线条出现 这是远超越 逆速因果的手段 纵然付出些许代价 他们也要立刻找出荒语业 杨姐 处风身后有花粉露的女子浮现 这道模糊的身影 给予了她观看到室外一战的机会 她心中很压抑 无论是谁 现在都可以感受到 荒语业处境不妙 十足背靠神秘高原 等于无解 同时她也有心怅然 为什么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似乎整片历史走向都改变了 在这种关头 她竟然心神恍惚 在四真四幻间 看到了一场朦胧 而又模糊的梦境 离她远去 难道十足所说真的有依据吗 历史走向因为某些因素改变 在精神恍惚之际 她似看到自己未来的一角 经历了大喜大悲 在那恶土中大开杀戒 斩杀一位十足 可是那终究不是事实 而只是梦 眼下她只看到朱天的生灵 遭遇了最大的劫难 她想杀过去 尽一份力 楚风醒了 满身都是白毛汗 觉得这天地昏暗 竟到处都充满血色 预示着极大的不祥 她自语 历史走向 真的改变了吗 刹那间 她的灵魂一阵悸动 仿佛世界末日要到来了 纵然她身后有花粉鹿女子的力量支撑 竟也有了这种体悟 毛骨悚然 突然她看到无数迷迷麻麻的纹络交织 向着阳间而来 似乎正是她所在的这个方位 突然 石管动了 可是她并未发光 不曾像以往那样复苏 但是为何剧烈的震动了起来 夏仪说 楚风呆住了 竟是罐中两颗种子复苏在动 自从当年得到这件器物 罐中共有三颗种子 这么多年来 却只有一颗拥有活性 伴着它一路进化与成长 而另外两颗种子 自当年捡到时 就一直是干瘪的枯竭的 没有一点的活性与生机 但是 现在两颗种子居然发光 精盈与胜烈无比 漂浮在罐中 剧烈的晃动了起来 灌溉自己开启 两颗种子冲出 并在楚风震惊的目光中 开始焚烧 化成灰烬 消散干净 接着轰的一声 原地突兀的出现 两道伪暗的身影 谋若冷电 连美冲向域外 楚风 从来没有一颗像现在这样震撼过 两颗种子竟是 两个人 并且 他迅速捕捉到他们的背影 太眼熟了 那不是正在世外与十大十祖决一死战的荒与叶吗 两大天地 他沉默皆说 整个人都石化了 僵在了原地 到了现在 怎能不明白 所谓荒天地与叶天地的真身 竟一直在他身边 在石灌中沉眠 是那两颗看起来失去生机的种子 十大十祖 以无敌手段追溯主身 惊醒了他们 荒与叶主动杀出去了 迎向了天穷外密密麻麻的纹路 两位天地主身连美出击打穿天外 气吞万古 他们绽放的光芒 像是熊熊焚烧的祭道光焰 将漫天密集的纹路 全部焚烧干净 两人直接杀到了室外之地 面对十大十祖 并且在此冲击的过程中 两人的肉身将实地压制 与撞击的爆开了 血肉四箭 地邪漫天都是 可惜 纵然是祭道领域的生灵 想要一个照面 就彻底杀死路进击生物 也不可能 终究还是没有彻底 超脱出这个大境界 黄 夜 你们的真身终于来了 这世间 没有我们找不到的变数 一位十祖冷冷地开口 不过呢 他终究又皱了皱眉 为何梦境中的第三人 还很模糊呢 这有些不符合常理 只要十大十祖全力去推演 但凡足够强大的生灵 都会如夜空下的灯塔般 璀璨 照耀出绚烂的火光 果然 你们的主神状态很差 始祖的一句话 顿时让无数人如坠以冰枯中 感觉到了彻骨的寒意 黄 夜的真身出现 震动天上地下 世外人间 他们虽然身姿为岸 目若星辰尽显 绝带风采 但十足绝对不是无地放食 他们状态很差 所有人都很紧张 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恍惚间 人们仿佛已经看到 一幅染血的图卷正在展开 悲凉的落幕无可挽回 一切都将结束 大幕不曾落下 但是人们已经心有所感 鼻子发酸 有种悲痛的情绪涌上心间 此时 一些人在模糊间 似乎见到了 那两道屹立在最前方的身影 最后七创地倒在血泊中的画面 结局让人无法接受 黄 夜的真身屹立在最前方 身形挺拔 像是熠熠生辉的两杆 绝食战毛 钉在那虚空中 锋芒毕露 直面十大十足 历史走向改变了 黄 开口 声音很轻 有遗憾有不甘 昔日推演中所看到的 镇杀所有师祖的画面 在眼前进阶消退 最后 她的双目中只剩下了尖顶 既然大事轨迹已经偏移 多想又能如何呢 扼腕长谈 那不是她的性格 我们曾经来过 不后悔 夜的声音不高 但却很有力 这一声 她自荒谷崛起 百战不死 至今平动乱 她回首无悔 黄 与夜共回首 看到了那些故人 有生死与共的兄弟 有一路 与他们同行的追随者 终有不舍 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转过身去 与师祖大战 是要拖走几人 你们不会是想要在战斗中突然送走一批人吧 一位师祖开口 依照荒与夜的性格 这是很有可能的 纵付出血的代价 也会给那些人创造出逃生的机会 现在 师祖发话了 将这条路堵死了 你们若是有动作 我等 自然也会发出全力一击 大灭大千宇宙 我想那些人断无声级 你们的战场 只应在我们这里 诡异师祖咄咄逼人 道出了那些可能 逼迫黄与夜的真身不要妄动 黄 夜 黄天帝 夜天帝 残破的大世界中 无数人大吼眼睛发红 他们知道 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两位天帝了 诡异十足 背靠神秘高原始终无解 接下来的一战 或许将是荒天帝与夜天帝最后的风采 从此人间不见 人们大吼可是却无力 而又无可奈何 第2328集 这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我与你们同在 共进退 远处 女帝竟在接近 一步一步走来 在她身后 有路径急声灵炸开 有人浮尸在虚空中 血迹斑斑 一位十足撇去 发现诡异族群的一位先帝竟被女帝以莫名手段杀死 这次并非是形体瓦解那么简单 而是真的死去了 这让人震撼 绝代女帝从来都是强势的不可揣夺的 自她出现交战到现在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直接当众击杀了一位好称不可摸灭的路径级生物 她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所有人都心颤 而后 残破大世界中爆发出惊天的欢呼声 诡异十足脸色难堪 而其余的酒地更是心中悸动 瞳孔急躁收缩 可惜让人遗憾的是 恶土中电闪雷鸣光芒大作 诡异物质无穷无尽的沸腾了起来 那位路径急声灵在高原上复活了 人们失声 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即便如此 诡异族群的强者也都沉默着 脸色很不好看 一位先帝啊 刚才被女帝真正击杀过 这是该族的高手 今日第一次借那片诡异之地复生再现出来 白衣女帝逼紧 一步仿佛就是一个纪元 带动着无边的伪力 时光海炸开 要与荒海有夜并肩而战 荒雨夜回首 没有开口劝他离去 忍上漫长岁月 再来杀十足 因为他们知道 诸事不会再有先帝 十大十足出世 早已推演出 所有人都将被扼杀 举世茫茫 诸事的路径急强者 却无处可去 一位十足看向女帝 你很强 这么多年 一直以真身在外行走 为夜等遮掩 自身荒废不少时光 却依旧走到这一步 实在可畏呀 连十足都这样叹气 可见女帝多么的惊人 一位十足满身都是浓郁的不祥物质 冷漠的开口 既心有执念 我等给你们机会 皇 夜 你们与我等决战 而低于十足级的人 可去另一片战场厮杀 如果有人可以活下来逃走 我等任他离去 绝不清剿 他极其强大 在说话间 世间固有的几条进化路 各自崩断了一截 他的真正实力可怕无边 很多年了 恶徒中的后背大多都懈怠了 需要自身的鲜血洗礼 今天 看各自的表现吧 十足开口 想借着最后一战 打磨恶徒中的诡异族群 他们确信 此一过后 朱氏衰败 在很漫长的岁月中 再无敌手 皇 夜 没有任何犹豫 对女帝点头 让他不要踏入这处战场中 而是去另一片战场决战 白衣女帝虽然容貌清诚 风姿绝世 但却不是弱女子 闻言后 最后看了一眼荒雨夜 果断的转身离去 远方 狗黄 腐尸等人听闻后 依旧心头沉重 很想诅咒 恶徒中的十足 真好意思说 划分两个战场吗 这样就公平了吗 不过 生死间 本就无什么公平 他们这一方眼下 只有一位女帝 而对面却有十地横空 刚才被轰杀的几人都再现了出来 那些伤不算什么 先帝难以磨灭 如何去战呢 即便是被女帝 以盖世手段真正杀死的诡异先帝 都有复活回来 这还怎么开展 女帝足够强大 惊艳了万古时空 或许能在路进及生灵中杀进杀出 可是 对方最大的仪仗 却是背靠神秘高原 纵然真的被杀死了 被摸灭了 也能从祖地复活再出 面对这样一位永远不死的对手 女帝能有什么胜算呢 最后恐怕女帝也要陨落了 黄羽叶没有开口 他们无法出手干预 以及庇护古人 不然 十足也必然会进攻诸士 那样的话 诸天的生灵根本挡不住 祭道级的威亚 或许将全灭 在刺目的霞光中 黄羽叶的主身和各自的分身融合归一 准备迎接人生最艰难的一场生死大战 此意一方注定消亡 无归 当得一声钟鸣 天地被劈开 时光河流被截断 一位天地踏岁月而来 直接进入战场中 与女帝并肩而立 大地 狗黄最为震撼 无比的激动 嗷嗷的一声大叫出声 在这种紧要关头 气氛压抑至极时 他竟非常的尸态 眼泪成霜的滚落了出来 让狗黄如此尸态 这样不顾形象的落泪 许多人都知道 只有一个人 百余年前的阳间大战 帝师执念复苏 曾参与了那最为黑暗与惨烈的一战 对决先帝 阻挡恶土珠墙 战后他便消散了 当狗黄 腐尸等人在这片残破的隐秘世界复活过来后 却再也见不到他 今天 狗黄落泪了 在最绝望的境地中 帝师再次有执念复苏 他又回来了吗 要尽最后的一份力 将与所有人共在同寂灭 不仅是狗黄 还有许多人鼻子发酸 眼睛通红 从未想到 这个与女帝 还有夜 曾并肩而立的男子 死去后 却又一次 以执念归来 当初 曾有一段极其困苦的岁月 那是荒贤兆葬下去的旧时代后 最为虚弱 与最为低谷的时候 他的痕迹几乎都要从整片古史中彻底被除尽了 那段岁月 业余女帝未成先帝前遭遇莫大的劫难都险些陨落 最终是无始 毅然断后 以时光大道将两人送走 自身却陨落 若非如此 他必然早已成为先帝 这是一个让人扼腕而叹 无比心痛的英伟男子 一位曾经真正无敌于一段岁月的人族大帝 先路尽头谁为风 一见无始 倒成空 这曾是诸事对他的评价足以说尽一切 再无需任何言语描述 可惜 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英年早逝 现在他的英灵又一次再现了吗 第2329集 大帝呀 你如果活到今天 彼然早已是无敌之人 狗黄流泪 昔日呢 他很幼小时 就是这位人族强者将他捡到身边养大的 在他追随无始的岁月中 这位人族大帝一生从未败过 一路横推了所有对手 打得黑暗禁区 尽折服 寂静不敢出声 无始低语 安慰狗黄 不哭 我从未离开 他越是这样说呢 狗黄越是伤感泪水长流 我为死还活着 无始突然这样说 并释放出先帝契机 一刹那 狗黄僵在了原地 如同泥塑木雕般 其他所有敌人也都震惊 呆呆地看着他 我当年断后确实战死 但是他们又怎么会容忍我彻底陷入永迹中呢 自当归来 无始开口 然后看向女帝 还有荒 叶那里 的确 无始在荒 作为虚弱无力 关注诸事的年代战死 他为叶与女帝断后 不顾他们的反对 强行动用时光本源大道 将两人送走 活下来的业余女帝 怎么忍心看到 与他们并肩而立的人这样死去呢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两人也必然要让他陷照人间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藏坑中 虽然死去很久 耽搁了漫长的修行时间 但终究 踏足路进领域 可惜 石不带我 无始有汉 以他的潜力 时间越是沉淀的久远 自然越是可以攀升到更强大的领域中 女帝侧手 看向无始 两人无需多言 相互点头 坚毅无比 今天 注定要血染诸事 杀到癫狂 那满身黑血斑斑的石足 看向巫师 猙獰的开口 你今日即使折服不出 其实我等也能确定你的一切 最终找出并击杀 可惜 历史走向改变 石头最古老的厉鬼提前复苏 我这原本蛰伏在藏空中等待机会 想混入诡异族群中 最终禁军高原尽头的卧底提前走出来了 他以时光大道危机 对历史改道 大事轨迹 偏移 最为敏感 他死后 被女帝与夜不计代价的显照 就活回来 已换了一个身份 折服诡异族群外的藏坑中 转修空间大道 最终成为诡异族群的自己人 找机会 让他们接引进神秘高原尽头 这种注定会九死一生的卧底路线 此前提前中断了 不远处 残皇在眼下这种最为压抑的气氛中 苦中作乐 摆了摆手 你是暗卧 我则是明着卧底 最后趁机将他们杀了个金光 光复了一地 最后拍拍屁股跑路了 众人无言 无尽霞光绽放 强大至极的气息弥满 一道曼妙的身影自天外突然降临 竟是上仓当下唯一幸存的路进级强者 路 在这种关头 他竟然也杀到了 诸实的进化者皆感受到他的善意 以及他对恶徒的无边杀意 上仓覆灭了 只剩下落一个人 血与乱 就是源自实地 伴着一声大吼 又有一个睽違的男子撕裂时空 降落这片世界 还有踏着地骨归来的我 诡异族群 你爷爷我也到了 竟然是昔日的黑暗先帝 仅是专与恶徒对战的猛人 他不止一次说过 此事踏着敌人的地骨归来 上一次 诸实恶徒大战时 他就曾出手 不止一次地与诸天共战恶徒 众人无不对他敢配 许多人遥遥见礼 突然 昔日的黑暗先帝 惊异出声 看向诡异族群中 一位陆晋级生灵 豪子 我分明将你打杀 你居然有活了 也只有他 一直以来 敢这样称呼恶徒中的先帝 依据实力的高低 为诡异族群的强者 送上不同的雅号 对面 那位诡异种族的陆晋级生物 顿时脸色难看 杀意如海啸般席卷 而等纵然不来 事后也会被清算 但凡达到陆晋级的生灵 都在我们的推演中 没有一人可以活下来 除去我族 今日过后 世间无地 一位十足冷冷的开口 道出了十足 供出的可怕后果 他们早已推演出 递者都在何方 将一战扫灭 所有至高强者 大战爆发 这一刻 两出战场没有例外 杀伐器 撕裂天羽 阵裂诸实 最为可怕于惨烈的大决战开启 女帝 吴史 洛 昔日的黑暗先帝皆全力以赴 同来自恶土的路径级生物 杀到时光大河崩开 还有双方的转先帝等 也在遥远的废墟上开战了 不要禁锢我 让我去 我虽然不够强大 但也想尽一份力 楚风回头望向花坟路的女子 眼下她被钉在了原地 黄雨夜的针身早已动了 与十足激烈厮杀 残烈血拼 很快就有血溅起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的肉身就撕裂了 但也拉上了半数的十足 黄雨夜的血肉 同十足的残骨 一同爆开 此意才一开始 就步入到最惨烈的境地 一方注定要彻底消亡无归 激烈的大战 血与骨的悲凉化卷 注定要改写一切 史书难记述 在刺目的光芒中 在璀璨的地全间 黄雨夜杀到癫狂 各自劈头散发 肉身破灭了一次又一次 直至又一次猛烈的大爆发过后 天地才寂静下来 陷入短暂的宁静 双方都付出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伤了本源 彼此堕一致 遥望 清风掀起黄雨夜的黑发 露出他们俊朗的面庞 坚毅的身材 他们白战不死 自古代开始 就一直在与诡异生灵决战 杀到当时 虽然很疲倦 但始终昂首 直面诡异源头 沧桑岁月 侵蚀了他们染血的战衣 却无法摸灭 他们不屈的斗志 双目都像是星空般深邃 这是两个照耀万古 英姿璀彩 永不言败的人节 此时 荒天帝的眼中爆发出璀璨的光彩 哪怕推演出血鱼骨的中篇 他的人生也要在最惨烈的大战中落幕 他是应结而生的人 为战而来到世间 为斗而活 他是荒天帝 要在最终一战中杀出属于他的绝世风采 在他的人生中从没有后退这个词 他一直抵在战场最前沿 从来都是一路横推对手 纵有人生凋落时 也要如晚霞照人间 杀出血色的灿烂 他是万古唯一的荒天帝 也同样坚定 辟膩十足 他自荒谷时代崛起 自年轻时 他就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开始平顶 血与乱 扫荡黑暗禁区 再到今天 一个又一个时代与大势过去 镇压诡异与不祥 他从未后悔踏上这样一条路 夜天帝一如过去 岁月不曾展落他冲销的豪情 他的全光刺目划过万古时空 其战役焚烧 照亮了所有进化者的前路 纵然落幕 他也要在极尽灿烂中升华 气通万古 打穿不祥的源头 生于战死于战 那是属于他夜天帝的磅礴 人生画卷 曾无敌事件 第2330集 不是严寒季节 可清风吹面 却很冷 扬起荒雨夜的黑色发丝 也刮过他们满是裂痕雨血的身体 天地间一片肃杀之气 在这最后一战中短暂的宁静 充满秋的萧瑟 许多人心中有股悲凉之意 人们知道此后世间多半再无天地 无尽遥远之外 许多人在心中默默送行 在气壮山河的大吼声中 两位天地杀相十足 如光如霞 璀璨光彩 照亮整片流血的战场 人影交错 血与骨炸开 全光永恒 大灭万古青天 在惨烈的搏杀中 荒雨夜满身是血 而对面的十足也在亮枪倒退 连背负的骨关都要炸开了 恍持剑向前杀去 那无匹的剑光 再次照耀古今未来 狠惯所有岁月间 其风采盖是无匹 可这一刻 十足仿佛皈依 十人犹若连成一体 于模糊间 他竟真的荣为一人 手持一根正在低血的 粗大狼牙棒向前砸来 当地一声 刺目的光绽放 剑胎与黑色的狼牙棒 撞击在一起 岁月崩断 室外炸开 混沌争干 秩序成灰 大道坟井破灭一切 若非这片战场脱离诸实 所有宇宙都将会被撕裂 无数的大世界都将被击毁 他们脱离于室外 才没有波及无穷的天地 双方的身体都满是裂痕 尽是血迹 天地都要崩解 不复存在了 夜深如闪电 全印压概世间 轰向十足 亿万缕全光将那前方淹没 与十足手中的兵器碰撞 阵断永恒的室外混沌谷地 场中有鲜红的血 与诡异的血共同溅起 十足手中持着的狼牙棒 漆黑而又沉重 随意一击都可以打灭 属之不尽的大千世界 其微无穷 它并不是蕴含着大道气息的器物 只是粗大 沉重 冷冽 但恐怖无边 漫长岁月过去 依旧有先帝血在滴落 亘古以来 不知道杀死了多少至高生物 所谓的大道 在它面前只能崩断 化成结灰 而现在 它的上面又沾染了荒雨夜的血 远方传来压抑的呼声 天地 许多人紧张而又焦虑 心中很难受 那可是荒天地 雨夜天地啊 他们代表了无敌 从来都是横推对手 可是呢 今天却是那么的艰难 天地阴红的血在不断流淌 更有数次 他们的肉身直接四分五裂了 在对手黑色的沉重兵器下解体 血与谷的画面是那样的刺眼 当看到这一幕 人们心中无比痛楚 不愿看到两大天地败亡 虽然两人也同样重创了十足 让其肉身崩开 可是两位天地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皇兄弟 你在那里以命血战 而我们在这边也要搏杀了 我不会给你丢脸 我要去拼死一战 如果有来生 我希望还能与你是兄弟 远方 传来悲壮的大吼声 那是天脚蚁 他也要去拼命了 恶徒中的盗族正在逼近 大战也开启了 不仅女帝 骆 吴时等人 在域外与十地厮杀 天脚蚁 石冠王 俯师 庞博等人 也要与同层次的盗族血战 此一过后 还有几人活着呢 没有人知道 最后的回首 彼此间可能是永别 天脚蚁洒热血 注视向荒 看了最后一眼 然后毅然冲向 诡异族群的一位准先帝 血拼对手 他不再挥手 赴死决战 没有想着再活下去 天脚蚁无比的勇猛 该族以力量著称 他迅如雷霆 将一位盗族直接就撕裂了 沐浴着滴血前行 又冲向另外的对手 可是 他却足足被七位盗族围住了 一根冰冷的蜂毛 从背后刺入他的身体 一柄血量的长刀 也劈中他尖头 深深的嵌在骨头中 这才一交手而已 就已是血雨纷飞 无比的惨烈 慌在血战中回首 看到了天脚蚁 在多位盗族间纵横冲击 一路带起血光 劈头散发 杀到了癫狂 慌很想出手 但是却无法前往 化作一声怒吼 慌天地再次与始祖激站在一起 让始祖的邪与骨 坚落在室外之地 一个手臂与长人大腿 那么粗的睽萎男子大吼着 满身是血 亮亮枪枪 在敌人中杀尽杀出 眉心都有裂痕了 那是被一位诡异族的道祖 也就是准先帝 以剑锋留下的 他是磅礴 是所有人中 陪伴夜天地最久的人 叶子 你我年轻时就是好友 来自同一片故土 又一同踏上星空 走上修行这条路 一路虽有艰难困苦 但也有灿烂高歌 这么多年走过来了 今天我可能熬不住了 来生 我们还是兄弟 庞博一条手臂断路 身上更是插着寒光 闪耀的刀剑等 奋力的轰碎两位对手 可是他自己也步履艰难 随时会倒下 这都是准先帝 为他留下的伤 为什么 我不能极紧一跃成为先帝 俯师怒吼 他恨自己不够强 不能抵住 漫天都是的敌人 密密麻麻的诡异生灵 将他熟悉的故人 将天庭部中 不断的击落 皇爷 我在不同的时代 遇到你们 与你们称兄道弟 却始终没有走到路径 及领域 给你们丢脸了 我不敢 在盗族这个领域 我要一个打十个 俯师满身是血 阳天长笑 彻底拼命 可是能够到了 这个级数的生灵 怎么可能会有一语之辈 他纵然满身是伤 也不可能杀得了 十位准先帝 这些生灵 都极其可怕 况且 即便眼下盗族 没资格借助 神秘高原复活 可是同级数的进化者 想杀盗族也太艰难 需要岁月去炼化 去慢慢的磨死 俯师将数位盗族击碎 但却杀不死 一声愤怒的大叫 一头顶天立地的圣元月起 看到身边的人不断死去 他怒吼 手持贯穿天地的铁棒 向着诡异族群横扫过去 昔日的圣皇子 今日的斗战 圣元一族的圣皇 他是夜的结拜兄弟 势力极其强大 血战拔荒 连着打爆了三位盗族 呼啸战场中 永不可挡 可是 敌人中 也有同级数无匹的生灵 迅速的挡住了他 激烈大战 并且不止一个人 数位准先帝 杀了上去 圣皇咆哮 满身金色毛发 他高耸入云 吞日月 拿星辰 他虽然在跌血 但是挥动铁棒时 依旧神勇 感受到夜天地 在血战中 也有目光扫来 昔日的圣皇子 今日的圣皇嘶吼 兄弟 不要担心我 来 看看我们谁先 磨灭自己的对手 圣皇长笑 可是 他被数位强敌包围 重伤的身体 都要裂开了 伤了本源 但他不屈不挠 依旧在 舍死拼杀 他手中的铁棍 将第四位对手打爆了 血雨纷纷 可是 他的半边身子 也被人打烂 要溃灭了 可他依旧长笑 上级九天 下级九幽 纵横着天地间 无声 无息 楚风来了 终究是执意赶到了战场中 不过 花粉路的女子 却以朦胧的物碍 遮拢了她 少有人 可窥探其真身 第2331集 他遵守于花粉路女子的约定 并未疯狂厮杀 而只是在战场中快速的移动 不断的收拾 找准机会 找准机会将一些爆碎的盗族 也就是准先帝收进时光炉种 悄然进行火化大业 怎么回事 我方有人战死了吗 为何少了三个人 正在与天脚椅 庞博 辅尸 圣皇等厮杀的强者 不久后有人发现异常 一顿惊蚁 该不会是那个 火花道祖来了吧 另一地 孟祖师很强 在同层次的道祖中 缩相披靡 杀进杀出 老人放开了一切 不顾自己的身体 杀进杀出 火捉他 镇压 这是黄的领路人 也算是他的师长 我们先猎杀他 有准先帝号令周围的人 共杀孟祖师 瞬间 超过十位道祖杀来 围猎孟祖师 让他的身体都军裂了 一条手臂 更是被人以寒光闪烁的长刀劈断 被一群极其可怕的强敌围攻 他的身体摇摇晃晃 虽然打崩了几人 神勇惊人可依旧要被人镇压了 老人双目怒争 怎么可能允许自己落入敌手 直接就要自行爆开肉身 突然天地巨震 一口珠红色的巨棺横空 而后炸开了 令孟祖师身边的那些道祖 或满身是血迹 或通体裂痕 竟全被重创 珠红大官碎裂 当中还有一口小铜官 直接打开 从里面冲出一道身影 接连挥动双拳 一刹那打崩了周围的道祖 其恐怖的力量 勇猛绝伦的威势 着实震撼了附近所有人 你 黄 有一位准先帝被惊得忍不住大叫起来 不是黄 是他的亲子 想不到还活着 当年几乎就成为先帝了 被始祖亲手割杀 黄 竟还能将他自古代显照 复活回来 有准先帝震撼 不敢相信 始祖的伟力何其可怕 亲手割杀的人居然还能再现 只能说黄太逆天了 这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青年 自青铜官中复苏 勇猛无敌 迅速割杀周围的道祖 每一次挥拳 都能将周围的人打抱 他是黄的亲子 曾从岁月中消失 黄的亲子扶住了孟祖师 这样称呼他 大张老爷爷 孩子 你自己身体有大问题 不该出来呀 孟祖师眼中蕴含着热泪 为这命运多喘的年轻人而叹 这是黄的亲子 凡 黄希望他 平凡安康长大 曾封印他一段岁月 待自己扫平血与乱后 给他一个祥和的大天地 可是事与愿违 凡天纵无匹 很小的时候 便亲历最黑暗的大捷 看到自己的父亲出入道祖领域 连境界都不稳了 就需要立敌数位绝顶的转先帝 那一天 荒血流尽 生死劫难 无人可助 而这个孩子 为了父亲能够赢 并活下去 直接自己以血为淫 为荒献祭 让父亲更强 杀灭数位 准先帝 他自己 则死去了 当初 这个孩子 震撼了所有人 那么小 就果断的 献祭自身 黯然归于黄土中 不过 荒是何人 疲逆万古 他足够强大后 自然要追寻回亲子 并以三世同观中的 内观 养其身 这个孩子天资无双 可是的确命运坎坷 一路强势崛起 即将成为先帝时 却被与荒对决的十足给害了 阻他的道 灭他的身 漫长岁月过去 凡被荒显照在那口特殊的青铜观中 终于有了复苏的希望 可是他却提前出事了 很明显 他的状态很不对 脸色苍白 身体甚至有些模糊呢 不算真正闲肇活过来 孟祖师心痛无比 拉住他的手 声音都哽咽了 这本是一个天生的先帝 注定要成长到至高领域 可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公 孟祖师忍着不落下老泪 不该来啊 不该来啊 天地不存 我岂能毒火 脸色苍白的烦 一语道尽一切 所有人都不在了 朱氏都将枯竭 他又怎甘愿够活 事实上 十足等也不会放过朱天的重要人节 与黄还有夜有关的人等 都将会被推演出来 要被割杀干净 杀了他竟是黄的子嗣 是黄天帝之子 我们一起出手 首先拿下他 由转仙帝中的绝顶人物号令 先拿下眼前从铜关中复苏的人 凡转身 以青铜关为盾 面对所有敌手 虽然面色苍白 身体模糊 但是一个眼神而已 就震慑了诸多道祖 他当年不是出入道祖境 也不算是绝顶准先帝 而是真正的极锦升华 几乎跃入了先帝领域中 可是就是在那一刻 有始祖亲自干预 将他打落下来 并无情而又残忍的击杀 血染大地 凡动手了 一兵血量的长刀突破天地 横扫了出去 将一干人都拦腰斩断 也不是真正的先帝 但也没差多少超越了道祖 瀑布的血光四溅 许多人被斩暴 更有两位准先帝 直接死掉了 再也没有出现 有人贺吼 傻 无需惧怕他 我等纵然战死 日后十足 也会将我们救活回来 事实上 恶土中 也有不可揣夺的存在 不是先帝 但却极尽强大 虽然比不上凡 但也不远了 一时间 一道又一道身影 如同彗星自天外撞击大地而来 全都一起杀向樊那里 而樊的身体真的有大问题 他的血肉之身非常模糊 尤其是动手后 越发的不稳固 面色苍白 谁敢欺我侄儿 远方 战场中央沸腾了 围攻在那里的诡异生灵 纷纷炸开 更远处的对手 则也被掀翻出去 一个男子 腾空而起 杀向了这一边 他的双眼极其可怕 先是闭幕 然后猛烈睁开的刹那 两道光束 撕裂虚空 直接就将围攻向樊 与孟祖师的一些人洞穿了 让他们或爆开 或追落了下去 重统者 十亿 这是荒的堂兄 也是少年时的荒 最强大的压力 与生死大敌 不过 随着黑暗动乱爆发 他与荒的一切恩怨 都放下了 更是如同凡那般 为了荒 而血迹自己 重统者 他知道自己侄儿的状态 真的经不起厮杀了 还未真正彻底复活回来 远方 另一片战场中 有人嘶吼 大喊着歌 有个青年同样血贫群敌 不顾一切的杀赖 那是凡的弟弟 黄 最小的孩子 现在 他自然也早已成长起来 正在击杀盗族 只是人们发现 他的状态也很不好 与他兄长相仿 身体都有些模糊 与朦胧 毫无疑问 他昔日 也战死了 可见荒一脉 都经历了什么 他如果正常的成长起来 给他足够的时间 让他的身体全面复活过来 不见得比凡的成就低 凡大吼 生又如何 死又如何 这一刻 这一刻 慌得两个子嗣 与虫同哲站在一起 连美冲销而起 所向披靡 横扫 周围的群敌 第2332集 相近的死杀 在另一个方位也在上演 叶天帝的亲子中 有一人真的是勇猛无敌 太强大了 带着自己的兄弟 以及叶的几位弟子 在准先帝中杀进杀出 到处都是嫡血 叶衣水 叶天帝的亲子 出生时就是先天圣体倒胎 被视作人族最强的几种体制之一 不过 最终他到国有成后 却自己消掉了这一体制 重新开始 依旧强大到绝伦 潜力更可怕了 若非恶徒 若非最黑暗的邪语乱到来 那个大士被葬下去了 他跟着圣皇子等叔伯们同允 那将很难说 他们回到了何等层次 有弟子出现 天外 先帝战场中 鬼异族的陆进 及圣灵目光冷冽 首先就盯上了帆 而后又看向叶衣水 洛鹤斥了一声泥杆 如同雷霆般出手 锁住这个对手 他一看出 这个敌手竟想射去他 去杀帆与叶衣水 想借此而干扰 十足战场中的荒与叶 事实上 不止一位先帝有这种念头 其他人也都露出了 无比冷冽的杀意 黑暗先帝 健壮怒笑出声 拼命的攻杀对手 大众轰鸣 无始硬汉面对的先帝 将对方震的身体爆开 最为恐怖的是女帝 纵然被围攻也依旧无敌 将前方的两大先帝 打得崩碎 可是实地横空 围住了女帝 黑暗先帝 落无始四人 人数太占优 且有神秘高原可以复苏 不然的话 有两人早就被女帝彻底的杀死了 哭的一声 女帝又一次杀死了一位先帝 她借高原支柱 才内心惊惧的再现出来 直至有三位先帝 曾被真实杀死过 实地才稍微收敛 忙于应付眼前的大战 室外之地 黄与叶同始祖的血战 越发的激烈了 地邪洒落 两大天地遍体是伤 曾崩解过数次了 始祖大喝 黄爷 差不多结束了 在始祖的背后 木然浮现出 灰红壮阔的一片高原 喊动了古今未来的稳定 让诸事都要崩灭了 所有生灵都感觉自身要毁灭了 将不存在了 一块神秘的高原 竟这样突兀到来 显化在始祖的背后 几乎触及到了他们的身躯 这一刻 始祖的气息更为恐怖了 他们像是与整片高原凝结为一体 要突破祭道领域 当始祖再次出手时 黄羽叶满身裂痕 而后轰然化成两团血雾 远方 无论是先帝战场 还是天脚蚁 磅礴九道一等人的战场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目词欲猎 很不能以身代之 提亮为天地而死 黄羽叶没有死 又一次从血雾中凝聚出身形 但是他们却郑重无比 盯着那片高原 总为天地 也有些无力感 只要有高原在 就杀不死始祖 而现在他还在为始祖 提供更强一些的力量 着实无解 怎么办 谁能助量为天地 兄弟 我想与你去并肩作战 可是我的力量太弱了 远方人们不甘地低吼着 突然 吭枪之音震耳欲聋 无量雷霆爆发 刺目的剑光 撕裂了诸天万计 更有沉重的万物母气垂落 一路横崖岁月 跨过时光海 扫平所有阻挡 扑地一声 就在这一刹那而已 两道光束横空 从战场路过 将诡异先帝中的五人覆盖 并撞得粉身碎骨 血染天穷 那是一口雷池 以及一座大顶 雷池阴运震腾 雷光亿万道 像是掌握大千世界 无尽大宇宙的雷霆天节在涌动 而在雷池中 竟还养有一口无法想象的天剑 这是黄昔日的兵器 雷池与黄剑 另外一边则是一口大顶 三足两耳压制万道 以全系母金铸成 并混有万物母气精粹 铸成举世无双的顶 黄雨夜失去多年的兵器出现 然而黄雨夜没有喜悦 沧桑之感浮显 竟都有些伤感 黄收起手中那口剑胎 他竟化作一口剑桥 他注视冲到眼前不远处的雷池 以及池中那口璀璨 剑桑冲破室外之地的荒剑 然后他又看向池中 一个女子缓缓起身 他虽然滋容绝力 昔日风采绝世 但是眼下却很虚弱 脸色比凡还要苍白 而身体模糊到 近乎透明 他是柳神 当年为荒而死 不顾一切的杀进恶土中 背负着荒杀主 将他传送走 可是最后柳神 自己却死在了恶土 这个风华绝世的女子 当年远落了 被始祖亲手击毙 让黄在很长一段岁月中 都很悲伤 用尽一切办法 都无法复活他 因为他死在那片神秘的高原 更是始祖亲自出手所致 直到后来 荒的实力 凌驾十祖之上 只身可对峙三大十祖后 才用自己的雷池 让柳神显照出模糊的身影 雷池 可掌控大千世界 无穷宇宙所有的天节 这让十祖极为忌惮 天节权柄 岂能旁落呢 不然的话 纵然是他们万一有机会 亏是祭道之上的领域 难道有一天 还要小心翼翼的戒备 荒不成吗 荒 当年无惧天节 最后更是找到了雷池 亲自摘落下来 炼成了承道的兵器 此后的岁月 他行走在诸室上藏 亿万余宙间 雷池则是更进一步的 融合无量雷池 早已进化到不可思议的境地 雷池代表毁灭 也代表天地之法 可是却伴有着一缕 最为本源的圣机 荒就是想以此险 照出柳神并救活 他初步成功了 柳神再现 可当年 柳神死在神秘高原 那里有无尽的诡异物质 纵然复苏他 都有无量不祥物质 跟着缠身而至 纵有雷池轰击 还是有部分诡异物质溢处 故此 荒将自己杀伐力无匹的荒剑 也置于雷池中 汲取诡异物质 全部以杀伐之力 磨灭干净 旁边 那口大鼎中 竟也有一位女子起身 清理出臣 明媚灿烂 纵然是在这生死攸关的 大劫大战之地 他也带着一缕笑容 他是叶清仙 叶天帝最喜欢的一个后人 也是潜力最强的后人 在他死去后 很多年 也都沉默着 不与人开口说话 今日 他居然也出现 这么多年 被叶天帝在顶中闲照 快要救活回来了 第2333集 慌开口 声音很低沉 情绪也不高 我不想你来 但是 你知道 我必须要来 柳神声音柔和很好听 但却也有着无尽的伤感 柳神走出雷池 看着一吃一剑 祖父 我也去了 叶清仙微笑 走出万物木器顶 看向叶天帝 同时他也看向荒 想到昔日的旧事 此有些不好意思 很腼腆的对荒见礼 坚定其名 震动无量大世界 震动世外人间 雷池与黄茧 还有万物木器顶 各自飞向自己的主人 十足也不能阻挡 兵器早已如同血肉般 与两位天地的联系不可分割 可散可拒 盖世无匹的力量 再弥漫 再扩张 柳神的身体离开雷池后 就开始有些虚淡了 他没有攻向十足 因为无意义 以他现在的状态 既无法杀死对方 也无法重创 他看向荒 点了点头 带着伤感 带着遗憾 最后目的转身 画成一道惊天长虹 贯穿日月 轰的一声 他俯冲向十地战场中 天地间 血雨纷飞 地落 柳神自己主动画道焚烧 将诡异族群的一位先帝 一同带上了路 彻底击杀 他以自身的道横 催动焚烧 再加上雷池中 附着在身的五匹雷霆 还有荒剑上的一道杀法之气 生生打灭了一位至高生物 连那神秘高原 都没有能将他复活出来 彻底死去 慌沉默着 心中悲伤 但是却已经流不出泪水 叶清仙 叶化成一道惊天长虹 冲向远方 剧烈的大道崩解声音传来 震动了室外之地 叶叶沉默着 握紧了拳头 见顶其名 地落人伤 黄羽叶霍得转身 面对十大十足与高原 意难平 远方许多人怒吼着杀气沸腾 恨不得将万古时光崩散 将神秘高原彻底凿穿杀进诡异 两个风采璀璨的女子就这样死去了 恍惚间 眼前浮现他们最后的出尘身影 最后又化成他们毅然转身 化为长虹惊天的画面 与敌俱焚 那样风华绝代的两位女子 曾笑颜灿烂 如霞如光 到最后却是如此的刚烈 在这苍茫天地间 连点滴灰烬都未留下 然而他们最后的身影 却永远印在目睹这一幕的人们心中 不可磨灭 这时 原本沉默的荒雨夜都爆发了 喉声震噬 室外之地的混沌全部炸开了 比开天辟地还可怕 万物湮灭 混沌焚烧散尽 两个人怎能不痛呢 心中有悲 唯有寄托在手中的见光与权印上 向前杀去 十大十祖合一 手持低血的狼牙榜冷酷无情 背后的高原 几乎贴在他们身上 轰的一声 黄手中的剑可怕至极 一剑祭出 斩暴一切的阻挡 纵然是十祖背后的高原 都在轰鸣 剧烈晃动不已 而十祖背后的石口骨关 更是颤动着模糊下去 像是被剑光磨灭了 这一刻 荒天地展现出了 盖世无敌的攻击力 黄剑爆发 剑光无处不在 毁灭性气息 压崩时光海 没有什么可以抵挡 碰的一声 那根恐怖而沉重的狼牙棒 直接被荒剑斩断 接着又爆碎了 黑色的碎片全部倒卷 插入十祖的身体中 不祥血液飞溅 无银的混沌谷地被毁 剑光伪力不减 反而越发的胜利 继续向前贯穿 黄剑未至 其光已经没入十祖的身体中 与此同时 夜天地的全光凝聚万物母气 也与剑光同时轰杀过来 将狼牙棒振得进一步碎裂 全部倒插入十祖的血肉中 十祖归一 融合为一人 原本极劲强大 几乎超越季道领域了 可现在黄玉叶满腔碑 全力一击 却将其兵器打崩 十祖双臂交叉 爆发无量诡异之光 不祥的力量沸腾 想要压制两大田地 可是 黄剑于地拳 却将他的两条手臂 生生的搅碎了 十祖归一后 第一次这么的吃力 露出震惊的神思 轰的一声 剑顶其名 荒剑于包裹着万物母气的拳头 刺入十祖的身体 让他直接炸开了 漫天都是血 到处都是残骨 不祥的力量崩散 两位天地不灭的身躯 向前冲去 继续出手 十道身影 跌跌撞撞的出现 并疏的分开 想要严肃戒备 与围攻两大天地 可是 这次他们失了先手 刚才被打崩 一时间处处被动 咳嗒一声 黄的头顶上方 一口雷池在沉浮 亿万雷霆出现 将前方 其中一位十祖击穿 让他炸开粉碎 接着 荒天地的剑光 横扫出去的刹那 逼得周围的十祖 莫敢前进 黄瞬间祭出雷池 将那刚炸开的血鱼骨 收了进去 另一边 一夜天地也祭出大顶 全光无量 将一位十祖声声打爆后 收进了那口举世无双的 万物木器顶中 直接开始祭练 荒的雷池 以及一夜的万物木器顶中 分别传来惨叫声 两大十祖重组身体对抗 也抵不住 再次炸开 雷光无数道 这是荒当年的法则池 以演进无穷大道的奥义 蜕变于升华 到今天这一步 不可揣夺 十祖在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重举身体 可是又炸开 化成血鱼骨在当中焚烧 被荒以本源炼化 不断磨灭 另一遍 万物木器内沸腾 木器碾牙 万灵尽险 震杀于磨灭这位十祖 其他十祖进攻 可是荒手中的荒剑 立刻劈出去后 亿万剑光 强大绝伦 他分明是想借雷池 尝试彻底杀死一位十祖 一叶天帝也结出权益 轰杀向前 对抗十祖 十祖去二 剩下的人 虽然在快速融合归一 但是实力明显不如从前 远方 众人见到两位天帝发威 要震杀十祖 顿时士气大阵 全面反攻 与漫天的敌人 决以死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碰的一声 雷池中传来一声轻响 所有的血与骨都粉碎了 湮灭了 连十祖的魂光都分解 消散干净 雷池 天生对不祥的力量克制 他不仅是亿万雷霆之根源 更是超脱大道在上的 七元之刑法 扑的一声 那位十祖死去了 真的被震杀了 什么 对面 其他十祖脸色变了 融合归一的身体都不稳 几乎散开 一位十祖死了 黄天帝杀了他 有人大吼着震动长空 一时间将战场中的士气 鼓舞到了极致 虫铜十翼满身都是准先帝的血 双铜睁开 开天匹地 竟没有人能够挡住他 胆敢阻拦的敌人 顿浮尸 荒之子 虽然身体有问题 但是手中长刀锁向 当真是无敌无匹 难逢一抗手 在所有人看来 这就是年轻时代的荒田地 永不可等 第2334集 远处 叶衣水同样闪涌 扫群笛 一路向前轰纱过去 在他身边 叶的弟子光头花花 还有松帝 杨夕等 皆实力强大的可怕 几人连妹走在一起 像是一股可撕裂 诸天大道的龙卷风 摧枯拉朽 沐浴 敌血 大开沙界 圣皇子咆哮 顶天立地 手中铁棍恨不得将万古时空都打崩 虽然负了重伤 但依旧在勇猛地杀敌 另一个方位 石冠王 无愧其名 只身一人弃吞天地 所向披靡 杀到周围的道祖不敢靠近 这是年轻时代 可与荒并肩而行的男子 实力太可怕了 事实上 若非他中途死去 在这片天地中养身到现在 如今才算彻底的活过来 他绝对可以问顶先帝路 众人在这方战场中 让诡异族群都胆寒了 这群人不惜命 身体爆碎也要玉石俱焚 最为可怕的是 诡异族群一方解体后的道祖 有些人始终没有能够重显出来 让他们一阵发毛 有人低吼着 找出来 火花道祖多半在附近 正常来说 除非绝顶道祖亲手击杀出入这个领域的人 不然的话 同级术的准先帝决斩 纵然杀个数千年上万年 都很难彻底灭掉对方 有人号令 去请人 我族高原上强者无数 所有族人尽出 灭尽诸事 诡异族群中的绝顶准先帝也杀红了眼睛 他们人数很多 原本就两三倍于对方 结果却依旧吃了大亏 要溃败了 这简直令他们无法接受 是七尺大辱 更为惊人的事发生了 又一位十足陨落了 想都不用想 必然是夜天帝 以万物母气顶震杀了十足 有人大吼着 夜天帝无敌 天帝间 诡异血雨洒落 震撼人心 女帝 黑暗先帝 落 无始那里 也有敌人炸开 真神被杀 可惜的是 又借高原复活了 突然 冷冷的声音响彻诸实 震荡在所有大宇宙中 每一个声铃都听到了 那是十足的低语 黄 夜 你们好手段 连十足起初背靠祖地 二等都杀了我们两个真神 十足的声音很冷 闻之让人毛骨悚然 这种战绩令人惊叹于震撼 但是没有人欢呼 都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 刚才被荒与夜击杀的两位十足又一次出现 自那高原中一步一步走来 沙石均 沙石均 诸天寂静 所有人都绝望了 十大十足奇处 本就难敌 须知 荒当初与三大十足对峙时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而今 十足有更不祥力量的源头 神秘高原加持 这还怎么打呢 这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决战 荒与夜纵然是战死 也带不走一位敌手 无数人都失落了 情绪低沉 方才爆发的士气都衰落了下去 太让人绝望的场面 没有一丝的胜算 甚至 玉石聚均 都很难杀死一位十足 诸天这边 很多人都万念俱灰 这实在是太打击人了 让人心中充满阴霾 看不到一丝的曙光 他们不想看到荒天帝 与夜天帝百亡 无法接受 也不忍看到他们纵然血流尽 也杀不死对手 在这让人沮丧至极 战役衰退之时 荒与夜开口了 各种手段都试过了 如何杀十足 我们能为后人留下的 只有这么多经验 接下来我要走了 要带走曾与我对峙过的厉鬼 荒天帝开口 简单而朴实的话 震撼了所有人 他刚才一直在推演 与十足周旋与血战 为的是给后人留下一些经验 而现在他要走了 所有人都心中发颤 预感到了什么 许多人想要大叫 要留住荒天帝 总有一天 会有后来者走到这里 会更强扫平恶土 叶天帝开口了 很明显 他们要动用最后的手段了 多半将是自身赴死 以杀厉鬼 从此世间再无荒于夜 两人开口 我们来过 战过 不悔 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故人 而后转过了神区 见顶其名 十足无比警惕 这种状态的荒于夜 还有这些言语 着实让他们一阵发毛 但是他们相信 背靠高原 他们无敌 不死 纵然没有高原 从绝对实力的角度出发 他们认为 整体战力 也是高于两天地的 在那梦境中 最后那道模糊的身影是谁 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能确定 颇为怪异 一会儿 难道是他杀来 一位十足几倍声寒 他们反复推演 只朦胧地感觉到 那人似乎在这片天地中 甚至在战场附近 但就是无法确定 理论上来说 但凡有能够威胁到 他们生命的人 都可以推演出 楚风若有之 一定会泪流满面 你小楚爷 连这种被推演的资格 都没有吗 一缕幽舞 缭绕梦境 覆盖主世界 改变了我等的命运 也是这缕幽舞扩散 让我等的推演 难以尽全功吗 一位十足自语 表情很严肃 黄 夜 我不知道你们的底气 何在 但是我要告诉你 背靠荒原 我等万古无敌 未来 未来也无敌 没有人可以杀死我们 纵然你等的雷池 顶 剑 都曾被我们推演出 以及你们的亲骨等 但凡有路径级前置者 也都在天机中显照出来 今日过后会被扼杀干净 而现在先送你们上路 十足也撂下狠话 要动用所有的手段杀荒鱼叶了 远方 女帝轰的一声 打爆了一位先帝 显然 即便是一向清冷绝艳的女帝 此时也怒意冲销了 杀一个狗板 杀两个就赚了 一百元换百元 纵死也拉上他们 竹田的进化者都愤怒了 嘶吼着 十足的那种动和 那样的霸道与肆无忌惮的言语 让人憋悶怒火焚天 十足战场还没有彻底大爆发 而另外的战场却直接杀到沸腾了 第2335集 楚风自然也在 彻底豁出去了 现在他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就向哪里搬 只要有道祖辈打爆 他就冲过去 将火化手段演绎到极致 到了现在 哪里还顾得上与花粉禄女子的约定 他没有低调 而是横冲直撞的进行着火化大业 显然 不仅诡异族群觉察了 就是天脚蚁 圣皇子 九道一 庞博等人也发觉了 因为每当他们杀爆敌人后 有些对手就再也没有出现 让他们压力大减 这也意味着令诡异族群悚然压力 开始增加 一位绝顶先帝吩咐道 火化道祖来了 给我找到他 说不定他手中的那口火炉 就是我族需要寻找的线索之一 楚风杀进杀出 不断的火化残肢败体 与道祖破碎的魂光 周身都被一缕幽雾笼罩 在生于死间起舞 在群敌中穿梭 稍有不慎就会被人锁定 共杀而亡 像他这样被人恨极的火化道祖 一旦被围住 那绝对不会放过他 诡异诸祖不活瓜了 他不罢休 突然他发现一个老头子很异常 因为不止一次相遇了 在战场各地都出现过 不断的碎碎念 实力不是很高 但就是没死 运气简直爆棚 楚风仔细盯着 分明看到有血量的长刀 向老者劈去了 结果圣皇子恰好杀之 一棍子将那持刀的盗族给打烂了 还有几次也是如此 眼看老者性命不保 却总是出意外 那个老头子像是大运柴身 楚风盯着他仔细聆听 捕捉到他在捣鼓什么 万事何为贵 道友 请留情 万事何为贵 他磨磨叽叽就是那么几句话 简直就是个脚屎棍子 没什么战力 每次都东躲西藏 结果那就是不死 楚风感受到可怕而压抑的气息 他知道 有人多半在动用大神通搜寻他 然后他二话不说 冲着那个怪老头子就扑了过去 他一把将老头子背在了身上 想借他的冲销大运来相助自己 结果他并未感受到应有的红运 相反 这才背上这个怪老头子就被人找到了 你难道就是火化盗祖 有人喝到直接杀来 不是 你认错了 我叫石凡 楚风随口就说了一个曾在小阴间时用过的话名 然后 与荒之子血战的一群人顿时回首 看到他后二话不说 立刻分出一部分人向他这边追杀过来 什么情况 楚风不解 为什么说出这个名字那些人全宠他而至呢 错了错了 我叫叶浩 楚风又一次大吼 说出曾经用过的另外一个话名 结果呢 另一个方位 与叶族人大战的诡异盗祖们 直接分出一部分人马 眼睛都沙红了 闯了过来 楚风断食头皮发麻 什么情况呀 行不更名做不改性 我其实叫疯 楚风大吼 这一次的吼声 果然让所有人都短暂驻足 透过西伯下去的优务 仔细的凝视着他 道友 万事何为贵 楚风背后的怪异老头子也跟着大喊 楚风吸进老头子的大运可以给他加成 结果呢 哄的一声 除去早先的强者外 又有一大批人向他杀来 楚风转身就跑 头大如斗 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 有人大吼着 没错 看他的容貌 同黄与叶很像 绝对有血缘关系 不是时风 就是叶风 同一时间 辅尸 狗黄 圣皇子等人也都回头冲着这边大喊 快 扔下那个虽神 很明显 他们在对楚风喊话 让他扔下身上的怪异老头子 红运滔天的老头子是虽神 楚风目瞪口呆 回首看了一眼背上的老者 结果 老头子刺着黄板牙正在对他笑 嘿嘿嘿 道友 谢谢 然后他又对周围的人劝阻滔滔不绝 以何为贵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刹那街 密密麻麻 无数人直接向楚风杀过来了 楚风简直是无语恨的 意难平 他很想说 我到底背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楚风感觉霉运缠身 原本如同个隐形人 低调的在战场中收尸 可现在却如同耀眼的灯塔 成功吸引了成群成片的敌人 杀来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他果断的将老头子投掷出去 抛到一个暂时安全的地带 然后独自开始突围 这只是一段小插曲 真正的大决战还是在十足战场中 他的成败关乎着最终的结局 皇 夜 你们很自负 认为纵死也能带走我们 可笑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番 何为无敌 记掉了大道 将万道踩在脚下 不等于回归原始 没有了奥妙无穷的进攻手段 来斩你们 有十足大赫 这一次他们并未融合皈依 而是彼此发光 交织出刺目的光彩 同时 他们身后的高原也矩阵 弥漫出不祥的大物覆盖他们 并与他们身后的骨关共振 轰隆一声 十足彼此间交织光束 融合连接在一起 虽然十人分开在不同方位 但动作一致 化作一个整体 像是一个人在出手 举手投足更加的契合 十大师祖彼此共振 十人仿佛构建成一面镜子 而他们就是镜子上 最为灿烂的十枚符文 这时 十大师祖各自举起了手中的兵器 全是同样一口漆黑长刀 渗人无比 齐刷刷的向着荒语叶劈去 十人背靠高原凝聚成井 伪力不可想象 刀光爆发而出 如同超越季道的光焰 从一枚古镜中爆发出来 古今世界不连续了 彻底崩断了 刺目的光芒 将古今未来切割成一段又一段 自古史的源头 从当时的立身根基处 要将荒叶彻底斩灭 荒天地低吼 自身伪力暴涨 此时 他单是凭借无敌的肉身 就激荡出汪洋般的血气 如同惊涛拍天 卷动古今未来 他的血气实在是太雄浑了 在他的背后 有很多道身影显照 都是他自己 凝聚成一个更加磅礴 无边的荒天地 矗立人间 浮汗诸世界 无量大宇宙 到处皆是他的血气之身 几乎是同时 夜天地一样的血气狂涌 铺天盖地 管通时光上下游 他的背后出现一个巨大的太极阴阳图 折冷了大千世界 夜天地黑发飘舞 谋如冷殿 骑血阴红 向着前方的诡异十足 习荡过去 唯利恐怖无边 两位天地并肩而立 血侠照人间 但以雄浑的血气 就将断裂的古今时空填满了 无处不在 自古使道现世 鲜红惨烂一片 镇压十大十足 同时 他们的雷霆权益 他们的剑光 他们的万物母气 全都向前轰杀了过去 世外之地沸腾 出现撼动古史根源的力量 出现了影响现实 能够存在于稳定的可怕光芒 一切都要毁灭了 万物都将回归原点 砰的一声 十大十足间相连 与交融的光束断裂了 手中的长刀更是崩碎 他们满身是血 越发的像厉鬼了 而他们以身凝聚出的 几乎超越 季道领域的古今光焰 更是在崩灭 直至这一刻 即将摧毁大千世界 无量宇宙的能量波动 才消散 终止了下来 黄雨夜夜不好受 满身都是裂痕 自身接近炸开 他们破开十足的手段后 并不停身 急速的向前杀去 轰的一声 雷池与万物母气顶共振 当场 由半数十足消失 没入雷池与万物母气顶中 被暂时的封在里面出不来 黄雨夜集中全力向前轰去 要先震杀前方的数位十足 可怕的符文 无尽的雷霆 璀璨到在未来天地中 都可见到的刺目见光 还有照亮孤世的全光 无穷无际 倾斜着将前方的十足淹没 而且 两大天地盯准了目标 各自分别主攻一人 想集中全力从根源上抹杀对手 尝试让高原都无法复活他们 因为在百般尝试中 他们依据经验 认为当攻击力不断爆发 达到不可思议的极致境地后 或许可以真正的除掉十足 最终 在黄的剑光前 一位十足化成血雾 直接身死 黄承受着其他十足攻击 以剑光笼罩内方区域 还在不断的倾斜杀法之力 要打破高原的神话 彻底摸灭他 无穷伟力沸腾 将那里打得万物归为原初 开天霹地后 大繁盛 接着又走向毁灭 一刹那 便仿佛经历了数不清的纪元 哭的一声 另一边 一夜天地也催动了极致伟力 制杀了一位十足 双手划过莫名的轨迹 将那里覆盖不断的轰杀 要打破永恒让十足涌进 可惜呢 最终他们还是功亏一篑了 两大十足被杀后 终究是又在高原复苏了 迈步走了出来 他们脸色难堪 若非高原 他们真的从源头彻底死去了 须知 连陆晋级生灵都难灭 更遑论是十足呢 到了这个层次 几乎不可杀死 可是方才他们的确被击毙了 不过 当这两人从高原中走出后 无论是荒与叶 还是其他十足都看出了异常 两人略微虚弱了一些 荒与叶也是满身裂痕 瘦创颇重 荒开口 今天注定有十足运落 一眼目光射人 逼是所有十足 你们可否推演出 有几位十足会死去 几位十足脸色很冷漠 其中一人开口 你们依旧注定无功 杀不死我们 纵然我等此以后 缘起大伤 回归高原 休养一段岁月就是了 另一位十足 更是冷漠的注视荒与叶 黄 我知道 只要你的雷池不毁 你还心存着复活 那个名为柳神的女子的念头 今天 磨灭你后 我们会彻底毁掉雷池 让你虽死也遗憾 还有叶 你当年除去将叶琴仙 在顶中显照复活 还为他准备了另外一条路 可对 关于你与黄身边的亲骨 我们都推眼尽了 昔日 也请先为你与黄构建桥梁 你们两人全力保他 在历史长河中流下他的一滴血 最终将那滴血 投于某位后人的血脉中 西纪有朝一日让他觉醒 但注定要失望 我们的目光已经跨过时空 看到未来的画面 他就在远方的战场中 今天会被击杀 大战再次爆发 两位天地没什么可说的 这种话语扰乱不了他们的心绪 不过关键时刻 雷池与万物母气顶中传来恐怖的大吼声 剧烈震动 简直要毁灭两件兵器了 最终一切寂静 被封在里面的师祖宁可自杀了一次 也不想在里面再消耗时光对抗下去 他们直接死寂了 随后被莫测的高原复活 哪怕隔着雷池与顶高原也能做到这一步 这些始祖很果断 对敌人兄弟对自己也足够的很 竟不惜如此损身 只为提前出来杀荒雨夜 不愿再耽搁下去 怕出意外 荒雨夜处境更加开忧 最为惨烈的大战到了白热化 远方人们心中发毒 现在都无法面对那个方位了 哪怕隔着无尽时空 那里远在室外 也无人能感知了 只有光还有血在冲起 显照在各方大宇宙的天穷上 阴红一片触目惊心 那是两位天地的血吗 许多人都忍不住想落泪 那可是无敌的荒天地 雨夜天地 他们今天的处境竟这样的艰难 自身要陨落了 可是想要带走一位敌人都很难做到 荒天地 夜天地 许多人在心中呼唤 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提及那两人就是无敌的戴成 今天怎能如此凄凉的落幕 连璀璨光彩都要被诡异大物覆盖 绽放不出属于他们应有的灿烂 让人伤感 让人心痛 众人心中无比的酸楚与难受 可是他们又能如何根本帮不上忙 甚至都走不到那方战场中 盗族战场 天脚已怒吼 他们这一族肉身极致强大 没有几族可以比肩 可是现在 他的身体却是寸寸化成血污 血肉之躯 逐步瓦解 即将彻底爆散掉了 有诡异盗族 邪自恶土中带来的路径及兵器而止 那是一把铜锈斑斑的骨茧 被猛烈轮动下来 压得天脚蚁的肉身寸寸炸开 一体魄阵势的他挡不住先帝兵 身体一劫一劫的碎掉 马上要死去 彻底的从人间消散 黄舅在那里 你呼唤哪 让他助你 携帝兵而来的道祖声音冷力 想逼天脚已扰动荒的心绪 天脚已任自身血肉摸灭 死死的闭紧嘴巴一语不发 任自身寸寸炸开成血污 始终一句话也不说不开口 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兄弟痛心呢 他宁死也不想干扰现在的黄 他只是在内心中自语 黄 我的兄弟 我自年有时就跟着你一路走来 太漫长的岁月过去 我很疲累 真的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我的好兄弟 我希望你活着 一定要保住自身啊 我不想你战死 我 去了 再见 扑的一声 天脚已的血肉瓦解 魂光熄灭 全部化为飞灰 自始自终 他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为传递出点滴神言 只是最后看了一眼荒战斗的方位 他不想干扰到自己最亲近的兄弟 孟祖师见到这一幕心痛无比 天脚已 你这个倔强的孩子 虽然拼命赶去 但也已经晚了 伸开双手 直接到最后飘落下来的一点灰烬 第2337集 他惊怒窃背 看到了天脚已最后死都不肯吭声的那一幕 心如刀脚 忍不住老泪都滚落下来 黄之子背吼 天脚已出手 虽然自己身体越发的模糊 但还是不顾一切的杀来 恨不得立刻诛杀那位诡异族群的盗族 许多人背呼着天脚已 压抑着声音没有大吼 可是却越发的让人为那死去的身影 感觉心痛 慌怎能无觉 他回首 然后更是从那光阴碎片中 发现天脚已死去前在心中的低语 他的眼中有无尽的痛 手中的剑光暴涨 极致璀璨的光 照亮了所有纪元 批断一切有形之物 他带着雷池向前杀去 慌大步前行轰的一声 室外之地炸开了血雨纷飞 先帝战场中 女帝 洛 黑暗先帝 巫师 全都竭尽所能 近乎发狂 与剩下的九帝 惨烈血战 他们杀到癫狂 可是 神秘高原却不断将战死的先帝复活 路进急的诡异生灵也疯狂了 发现几人很难击杀后 竟不计代价 欲失聚焚 与四大先帝血贫 最终 原本就脸色苍白 本元不稳 险些死在上苍一战的路 被人多次重创 本元渐渐瓦解了 被不断与反复的摸灭 即将递陨 女帝杀到怒意沸腾 多次斩杀先帝 但依旧不能改变洛的结局 神秘高原可以不断复活 诡异先帝 他们首先锁定了洛 执意以本元拼杀本元 将他葬灭 各处战场都惨烈无比 血雨纷飞 已经杀到了最后的时刻 恶土中的生物底蕴太深厚了 漫长岁月以来也不知道破灭了多少大世界 每个纪元都会举行打击 自古至今 惨烈的地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自然也收获了不止一柄 先帝及兵器 现在战场中有残破的地兵 也有诡异族群自己的完整地兵 竖剑齐出在震杀朱氏的盗族无比的惨烈 磅礴 磅礴 炸开 叶子 再见了 我们来生再去 有绝带盗族盯上他将他打爆 他虽然进入盗族领域 但是与这种无限接近先帝的顶尖生物相比 还是差远了 同一大境界 实力过于悬殊的话 自然可以被绝顶强者彻底的击杀与磨灭 在血鱼骨散落间 磅礴的模糊身影显照 他想努力重聚身体 可是对方却不给他机会了 一只铜红的血手猛力压落 将他强势的摸灭下去 暗淡下去 最后的刹那 磅礴艰难的回头 努力看向叶凡战斗的地方 那是他最亲近的兄弟 因为意外 他们被九龙拉官带走 一同走进星空 一同修行 为了跟上好兄弟叶子的脚步 他不惜啃不死天皇的棺材板吃 在以后的岁月中 他以坚毅而执着 有叶的指点 更有他自己付出 无比想象的代价 才走到今天 叶子 再见 噗的一声 磅礴最后虚弹的魂影也炸开了 满天光雨消散 什么都没有剩下 纵然是在生死战斗中 叶天地的身体也颤抖了一下 眼中有伤感 映出磅礴的身影 那是同他生死与共的兄弟 来自故乡 唯一还活着的挚友 年轻时就与他同行 可是现在却也死去了 永远的消失 叶衣水大喊着庞博叔叔 他知道 这位叔叔与父亲的友情何等的可贵 一路共岁月 竟在今天血溅成空 再也见不到 怎能不欣赏呢 叶衣水怒发城关 带着杯羽伤 是要杀死那位盗族 为庞博复仇 战场沸腾 各地都在血拼 大喊着沙呀 那个怪异的老头子 虽神 在面对地兵横扫时 没有避开 发出最后的太息声 我本就死去了 坟头草都一丈高了 有人怀救 让天地将我闲照出来 为天庭 为天庭 看守大门 今时 我该离去了 各位 再见 怪异的老头子 崩碎 彻底涌迹 这一刻 无数人都杀红了眼睛 死无所惧 没有人牺牲 除非眼睛发酸 在这种惨烈的气氛中 他忍受不住 忘记了其他 拎着石琴 还有时光炉 不断的轰杀 自己虽然不够强 但纵死 也要清尽所有力量 很短的时间 他看到了太多的人死去 有天庭的老兵 有昔日熟悉的故人 他眼圈发红 对花粉录的女子开口 你跟在我身边 到底看中了什么 都拿去 只要能杀敌 是种子吗 是石管还是其他 亦或者是我的邪与魂 只要有用 你都送入战场中 给需要的人 给黄给夜给女帝 我实力不够 如果那些能对他们有用 让我献祭也无妨 花粉录的女子悠悠叹道 说都不是 说楚风也改变不了什么 黄之子虽然身体暗淡 但是却在这片战场神勇无敌 不顾自己越来越模糊下去的 有问题的身体 与那手持残破地兵的盗祖激战 要为天脚以复仇 哭的一声 刀光万重 他以无匹的手段刀斩对手 彻底湮灭敌人 另一边 重铜十亿 持特殊的青铜关 力敌另外杀来的手持地兵的绝顶 转先帝 激烈大战 哭的一声 最终 他持铜关 生生的将对手打成了血泥 魂光炸开 直接磨灭 夜衣水也为磅礴复复仇了 可是 他们的处境却很不妙 黄之子 夜衣水 十亿等人 并未能缴获对方的地兵 那是被鬼异族早已祭练无尽 岁月的兵器瞬间就顿走了 又落入敌人的手中 一时间海沙震天 恶土中群敌源源不绝 所有诡异生灵全面出动了 向这里杀来 敌人 实在太多了 朱天一方的进化者很强 可是最后也筋疲力竭了 尤其是在地兵的镇压下 省出阵阵的无力感 女帝风华绝代 平日超然出尘 可以说很冷 极少开口 但在今天 却口中喊杀 满身白衣 浸染滴血 她见到恶土中的地兵出事 数次都想反手给盗族战场一巴掌 但是对面的先帝直接开口 她若动 他们绝对玉石俱焚 大灭诸天 第2338集 帝兵虽祭出 但我等先帝毕竟未下场 并且 诡异族群的陆晋级生灵也杀到疯狂了 不断的玉石俱焚 将吴石盯上了 接连数次 三人合围她一同炸开本源 想要送她永迹 到了现在 女帝也深感无力回天 哪怕她再强 面对杀死后还能复活的敌人 也感觉无奈 此局无解 我纵然是死 也会带上一位对手 吴石开口 要让一位先帝 永迹 真正的死去 想不到我终究 还是要陨落呀 黑暗先帝轻叹 早已收起游戏红尘的姿态 现在心头沉重 他用尽了力气 只想真正的杀死一位先帝 不让他再复活 盗族战场 杀得万物崩坏 所有人都满身是血 在绝望中怒吼 进行着最为惨烈的血拼 是要流干最后一滴血 有人背呼着孟祖师 孟祖师死去 被地兵震杀 九道一悲痛欲绝 带着一些老兄弟奋力出手 却只有光雨 自他们指尖划过 老人最后冲他们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有留下 荒之子低吼着孟祖师 手持长刀缩相披靡 纵横着天地间 杀到东来杀到西 不断有敌人 浮尸在他的脚下 他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对手 彻底斩灭他们的魂光 像他这样 曾经几乎算是 跃进先帝领域的天纵人节 现在哪怕身体有大问题 他依旧如猛虎杀入狼群中 但是随着血染全身 他的身体越发的虚淡了 板边身子渐渐消失 他要划到长空下 他终究是未曾彻底完好的活过来 血肉之躯不曾凝食呢 许多人大叫着弟子 荒之子吸引了太多的对手 无数人杀向他 尤其是对方也有特殊层次的高手 与先帝很接近 毕竟积累无数岁月 底蕴深不可测 不见得比他弱多少 庶人开始全力向他出手 弟子身体虚淡了 即将彻底消散不见 虫童十亿长笑 谁想杀我侄儿 想过我这一关 在最为激烈的大战中 虫童十亿双目怒争开天辟地 将周围的敌人不断的葬送在可怕的光束中 然而对手实在是太多了 与他一样 无限接近先帝领域的生灵 持地兵联手震杀而来 他之前杀了很多对手 现在真的太疲累了 再次杀死两位强敌后 他怒争的重铜破碎了 鲜红的血自眼窝流淌下去 化成两行血迹 触目惊心 他一个量抢倒退了出去 然后再也站不稳 手中铜关被人打飞了出去 他实在是历劫了 尤其是现在重铜都毁掉了 黄之子低吼着 大伯 扶住十亿 而后 树子二人一擒一冲向天 迎上了所有的对手 在灿烂的光雨中 两人再次杀爆三人 而后自身也崩散了 化成漫天的光 黄最小的孩子大叫着哥哥大伯杀入敌群很快就被淹没了 无数人大吼着弟子纷纷地向这边杀来可是根本来不及了没有能力杀到进前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多位对手 有人眼中带着血泪 师弟 师弟 那是赤龙与木青 都是荒的弟子 任刀剑贯穿身体 杀到了那片战场 他们满身都是大刀伤 用力抓向那片天空 却什么也触碰不到 敌人太多了 黄之子神勇总是在为各路人马解围 赤龙与木青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九道一带着老兄弟还有八百老兵中残火下来的人不断冲杀 怒吼着木词玉裂 血泪长流 可是冲不到进前 到了最后 连这些老兵都倒了下去 一个个共见战场 人间再无身影 傅师嘶吼着 我恨啊 恨啊 他满身都是裂痕 摇摇晃晃在敌人中杀来杀去 看着慌的亲子死去 又看到了九道一倒下 他恨自己太弱了 为什么不冲进先帝领域中 想杀死所有对手 为他们复仇都做不到 轰的一声 强大的波动不断爆发 夜衣水身体数次爆碎 有重组 他摇摇晃晃 快支撑不住了 他杀了数之不尽的敌手 但是自身本源却也要枯竭了 即便夜天地的几位弟子都在身边 与他连位进攻 可是却也渐渐挡不住漫天的敌人 圣体阳西早已战云 小松半边身子化成光雨 还在厮杀 光头男子滑滑身体一次又一次炸开 却又不断地冲向对手 即将消失 不知一箭地兵砸落 强大如夜衣水 祭出特殊的青铜关 可自身也被震得满身裂痕 身体要插开了 他血肉衰竭 杀到本源干苦了 但是他不屈服 依旧冲了上去 以铜关荡开地兵 再次霸道地击杀了一位强敌 可是他真的支撑不住了 坠落了下来 身体四分五裂 小松逆冲向天 背负着夜衣水的残躯 血沾朱笛 一步一磕血 仅有的半边身子 也开始一寸寸地炸开 但是他却一语不发 始终不曾放下夜衣水 想要将他送走 就如同当年 一夜天地也有低谷时 曾经重伤垂死 小松背负着他 一路杀出去 一路逃 自身道源被击穿 道横回去 划出松树本体 现在他背着夜衣水 保护自己老师的血脉 又像当年一样竭尽所能 是要抱住背上的人 夜衣水艰难摇头 让小兄师兄不要费力气了 他让小松将他放下 不要再走下去 他看到小松每一步落下 身体都在瓦解 渐渐消失 心如刀脚 我只想你活下去 为老师留下一条血脉 小松低语 嘴里满是血磨子 身体大部分都消失了 夜衣水 想要为小松擦去血泪 说不走了就死在这儿 陪着他们 陪着所有人 可是他伸手时 没有碰到 小松 竟蒸发成了血雨 只有一道光影显照 不舍得看向夜衣水 又看向夜天地战斗的方向 时光像是倒流 小松的过去映照出来 本是一只平凡的小松鼠 却被夜天地带在身边 踏上修行路 后来更是成为他的弟子 最后 小松的光影回到了他幼年的状态 成为了一只懵懂的小松鼠 他大眼无暇 无比纯净 没心没肺的笑着 眼中倒映出夜天地的背影 正是那一天 夜天地收留了失去父母的他 将他带上了修行路 现在 一切都落幕了 那只纯净 而又傻兮兮单传无比的小松鼠 砰的一声 化成光雨 永远的消散在人间 夜衣水 想要保住那扎开的光雨 嘴中却很无力 什么也摸不到 手停在空空荡荡的地方 一个满身都是金色光芒的身影 带着无尽的背衣 喉动山河 浑身是血 大汗着湿地 从天空杀来 他是夜天地的大弟子 夜童 太阳之体 现在虽然本源都要瓦解了 但依旧在散发着无量的火光 他看着围笼上来的敌人 又看向小松化作光雨的地方 一声悲笑冲向了敌群 第2339集 这一天 太阳之体夜童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芒 与时俱焚 身为太阳之体 他自身却在火光中 化成灰烬 天地间有一轮最为刺目的太阳炸开 夜衣水打叫着师兄 也跟着冲笑而起 最后杀死一位敌人 他也消散在天地间 远方 狗黄长豪有悲有痛 更有无尽的杀气 他成为一头黑色的巨兽 狂通猛进 想要接近夜衣水 小松等人陨落的地方 但终究是力不从心 身体不断的瓦解 最后摔倒在血泊中 狗黄嘶吼 本黄不甘哪 意难平 最后的虚影显化 爆碎在天地间 冤处 残皇杀敌无数 冲销而上 满是裂痕的身体 发出刺目的光芒 由老皮裂开 从当中跃起一只金灿灿的蝴蝶 要逆天冲起 想极显一跃成地 可是 所有地兵都砸了过去 全都轰在那逆冲向天上的蝴蝶身上 那朦胧的 神圣的 最终未完成一跃的不死蝶 终究还是崩碎了 化成血 化成光 带走很多诡异生灵的性命 随风消散 几乎是同时 石冠王以血肉为土壤 越狱出一株世界树 在他的血肉间蓬勃生长 那时他的终极道果凝结在世界树上 要超脱出去 地光开始荡漾 他极显一跃 可惜了 所有地兵再次横扫 让世界树崩碎 石冠王最后的道果化成璀璨洪流 席卷向所有敌人 天地灿烂 将大批的敌人蒸发干净 石冠王也随之涌迹 他与残皇一样 终究是太仓促了 由外力干扰 注定失败 云灭 这片战场 能够厮杀的人不多 剧烈的话到波动传来 满身金色毛发的圣元陨落 一根铁棒贯穿苍穹 昔日的圣皇子 今天永不屈服的圣皇 神魂熄灭 但依旧屹立不倒 直到一阵风吹过 那铁棍灰飞烟灭 那顶天立地的肉身焚烧成光 他上级九天 下级九幽 纵横天地间 最后生死盗消 也散在了这无垠而又充满 他传说的天地中 为什么呀 我等何其灿烂 最后却这样落幕 不甘心哪 我一不平 我心中有大怨不了 一难平 剩下还活着的人 全都发出了绝望的大吼 真的是一难平呢 这种绝望的嘶吼声 卷过苍天 闯进时光河流中 越过大千宇宙 在无数的天地中震荡着 四野 一道又一道模糊的身影浮现 那是古代战死的英杰 可只是残灵险兆 又能如何 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也都在不甘 戒海堤坝上 一行淡淡的脚印浮现 缓缓的自古代走来 出现在这片战场 直至一道朦胧的身影浮现 白衣白袍 他很俊朗而儒雅 轻轻一探 我不过是一位准先帝 来此无力改变什么 只是尽一分力 一个消失的人 由于死去太漫长岁月了 连天地显照他都很难 不过是给了他复苏的希望 今天他朦胧的身影 自那古代戒海堤坝上走来 他在灿烂中完成了一桩心愿 穿过古史 走到后史如他所愿 看到过繁华 见证过璀璨 尽管最终又如他那个时代般落幕 但他还是看到了希望 感受到后代更强 他带着敌血 在今朝的灿烂光芒中 彻底散去了身影 永济 很多人都战死了 从此人间不见 他们如星辰 如诗篇 虽然死去 血染长空 但依旧将在人间璀璨 大钟响起 无时准备化道 无论如何 也要带走一位敌人 让对手彻底死去 不能复活 女帝杀到披头散发 近乎入魔 与他平日清冷出尘的样子都不像了 他不计后果消耗本源 哄得一声杀死了一位对手 竟令之 永济未能复苏回来 但是他自身也暗淡了不少 今日不惜代价 舍弃一切 历势杀敌无归 战场上响起凄凉的声音 千秋后 谁能执笔 输血英灵攻击 怕是那万古后 秋风扫千秋 只剩下一片废墟 圣贤世间无痕无忌 无从义起 大战连天 阴红的血流淌 充满了惨烈与绝望 还有悲凉的气息 战死的人心中有悲 更有不甘 可是随着逝去一切 也都结束了 而活着的人更为痛苦 每一位死去的英灵 都落入他们的心间 他们体会到了那无边的痛 没有人比慌 还有夜更为痛苦 那些古人 那些智友 在他们年少时就陪伴着他们 可是眼下却都相继死去了 还有他们的弟子 他们的子嗣 流着血 慷慨悲壮的战死 化成光 化成霞 崩散在天地间 怎能不让他们心中悲痛呢 对于他们来说 整个时代都葬下去了 埋下了他们的过往 还有那渐渐褪色的灿烂 纵然到了荒语夜这个层次 也有无尽的悲凉感 他们选择的不是无情的大道 以及冷酷的进化路 更为投身不祥与诡异中 他们将大道都焚掉了 更是抗拒诡异 从来选择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每一位故人死去 都如同展落在他们心中的一刀 目送智友 亲子一个个血肉崩解 也消云散 这是何等的痛呢 纵然百战不死 他们沧桑与疲惫的心 也都千疮百孔了 痛彻骨髓 可是他们却只能压抑着沉默着 竭尽所能与始祖厮杀 他们连大吼长小都不能 黄语夜需要保持心中的冷静 在这里杀敌 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无泪 心中有痛也哭不出 有的只是那一腔热血 始终常在 窄意不息 心有大怨 希望有朝一日 踏平恶徒扫尽不祥 有始祖冷冷的问道 黄 夜 你们是否后悔踏上这样一条路 有始祖冷冷的问道 黄天帝与夜天帝不懈回应 黄 夜 你们不久前说 一切结束了 不再试探 不再给后人探索经验 那不过是狂骗我等 为的是想逼出我们最后的手段 你们 依旧在忍着心中的大悲大痛 在为后来者 探索我等的弱点 一位始祖喝道 洞悉了黄语夜的目的 如有后来者 见证我闻我见 我们最后的经验挂在宇宙万物上 转刻在山河星辰间 缭绕在无尽废墟上 到处都有篇章 长存不灭 如你所见 黄语夜开口 声音激荡出现在诸世间 始祖淡漠无比 不为所动 冷酷的开口 唯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强的 留给别人的 从来没有修到巅峰的 你我都有各自的路语手段 皆不同 今日所见 所谓经验 也不过是泡影 梦幻空花 一切都将落幕 黄天帝 雨夜天帝不再开口 周身经营灿烂了起来 血气 雄魂无匹 抱拥而起 压盖 混沌 谷地 第2340几 他们的头上 雷光轰鸣 万物木器沸腾 两人向前走去 像是带着一个葬下去的大士 一同前行 在他们的身后 无数的人 哪些曾经存在的 有熟悉的 也有陌生的 有在古代战死的人节 也有刚才化成 邪雨光的故人 成群成片的浮显 那消失的时代 葬下去的纪元 全都呈现了出来 与他们同行 若是他们能够胜 那就能为后人 开辟出新的天地 与生路 哄的一声 十足也爆发了 斗尔石混乱诸实 让黄雨夜身后 无数人暗带下去 那一个又一个纪元 化成流血的世界 到处都是废墟 到处都是尸骨 十足大吼着 一切都早已葬下去了 今天也要为你们两人送葬 蒸蒸蒸的 剑光冲销独断万古 大顶轰鸣 显照诸实 荒天地 雨夜天地 一起向前走 无量伪力爆发而出 杀敌 剑顶齐鸣 为众生开导 无数的英灵浮现 无穷的灵力子飞舞 像是屋边的烛火照亮黑暗 伴着两位天地同行 十足咆哮着杀 他们感受到了压抑与恐惧 黄天地大吼着 他画自在 他画万古 批散着黑发 某站冷电 一时间古今未来全部断裂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在祭道领域 焚烧大道后 只剩下他 这是荒天地的最强绝学 真正无敌古今未来之根本 在每一片历史的长空下 在每一个时代 在每一个纪元的天地中 现在都浮现出荒天地的身影 在现实 在未来 同样有他璀璨的身影 到处都是 他画自在 可画万物 可画敌人 可画自己 可画万古 攻击力盖世无匹 无锦时空 黄天地无处不在 全力进攻 轰的一声 最前方的十足 直接就被 黄天地的剑光斩爆了 被他的全光打灭了 纵然是靠后的十足 身体也在瓦解 也在炸开 他画自在 万古无敌 举世无双 首当其冲的十足 被斩爆后 想借高原之力 可是他却惊恐的发现 自身再现了出来 但却是 与祖地隔绝了 被荒天地不断的斩爆 他画自在 他画万古 斩尽一切对手 镇骨朔金 无人可敌 那位十足发出绝望的怒吼声 竭尽所能 画出模糊的身影 但还是被荒谷天地的他 画自在 打灭了 连高原都不能将他复活 就在那一瞬间 纵然有其他十足相助 度给他无边为力 可他依旧一次又一次被斩爆 被轰碎 他画自在 举世无疲 扑的一声 最后的光炸开 这位十足灰飞烟灭 满天沉浸扬起 连他的内口关都爆开了 与他彻底消失 其他十足倒退 向后回首 可是高原一片死寂 真的未能将那人复活出来 有十足恐惧了 震撼了 这是怎样无敌的手段 让神秘高原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十足心中颤力 慌得这种手段 如果在单对单的大决战中 无人可敌 能杀死任何对手 不祥契机紊乱 十足死亡 显照诸史中 荒天帝 荒天帝 远古战场中 还活着的人大吼 热泪盈眶 终是看到了他们心中 荒天帝的绝世光彩 纵然不死的十足 都被他击杀 连高原都无能为力 万古唯一 俯视所有对手 古今未来无敌的荒天帝 这一刻十足心头悸动 颤抖着 他们竟可以被杀死 怎能无惧呢 慕然间 他们惊悚的发现 还少了一人 他们瞳孔收缩 有位十足 竟在一夜天帝的万物母气顶中 何时被收进去的 此刻 一夜天帝 化成了阴阳太极图 接着 他的身躯又化成了一片 充满自然纹理的叶子 在顶中 碾膜而过 顶中的十足 不断的张嘴 像是在呼喊着什么 可是 到头来 他却一次又一次的湮灭 连魂光都在粉碎 不断的熄灭 后方的十足大吼 绝不能容忍下去了 十足何须拒呢 必须中断这一切 全力以赴 赶快的杀死这两个人 扑的一声就在这时 可怕的声响传来 那万物母气顶中的十足 发出最后一朵火光 如同烛火游进灯窟 嘴中一闪彻底消散 连内口关也炸开 归于虚无 又一位十足死去了 连高原都无能为力 什么 这一景象 映照在诸室中 十足又被击杀了一人 叶天帝 叶天帝 活着的人满脸泪水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激动无比 仿佛又回到当年那段 争戎岁月中 一夜遮天 横推古今未来 盖世无敌的叶天帝 十足嘶吼 又惊又惧又怒 他们是不灭的 背靠高原 昔日也曾遇上 极尽可怕的对手 但依旧杀不死十足 对手皆被他们所灭 但今天神话被打灭了 高原都无法阻止那两人 有两组竟被震杀 不过荒天帝 与夜天帝也付出了代价 自身模糊了 身体虚弹 若无高原 杀死一位十足 他们自然可以做到 可是 竭尽所能对抗高原 杀死十足后 不让其复苏 彻底摸灭 那需要更为可怕的力量 消耗的本源 简直不可想象 他画自在 他画万古 黄天帝又一次出手了 到处都是他的身影 可化一切 居尸无匹的攻击力 让十足都胆寒 都无奈 噗的一声 血光绽放 一位十足 湮灭了又重举 直至最后 虚弹 透明 有一位十足将被割杀了 要被荒天帝击毙了 要不了多久 此外还有一位十足 此时被扯进夜天帝的万物木器顶中 情况绝对要不妙 十足怎么可能不对抗呢 杀到癫狂 全部发疯 如果不阻止这两个人 他们都会出事没有好下场 哄龙一声 黄将雷池祭出 砸出去了 他急速放大 触力天帝间 他画万物 阻挡他们 片刻间 在他画自在下 那位虚弹下去的十足 终究是遭劫了 随其骨官一同崩灭 瓦解 灰肥烟灭 而荒的身体 也越发的模糊了 在那万物木器顶中 也传来惨叫声 那位十足声音渐弱 不可能救出来了 最终的大决战 极尽的惨烈 无比的可怕 这一天 黄天帝他画自在 他画万古 却画不尽大势悲凉 无数人节陨落 画不尽的伤 这一日 一夜遮天 却遮不住那万古的凄凉 遮不住 也阻拦不了 无数故人逝去的身影 雷池炸开 万物木器顶碎裂 黄剑也折断了 当日 天帝血冲销 照亮了人间世外 璀璨光阴 万古时空 在七雁的血光中 两位天帝的灿烂身影 渐渐的模糊下去 剑折断了 顶碎掉了 还有阴红的血 满地的破败 黄天帝与夜天帝殒灭 入目是无尽的伤与悲怆 他们杀死五位十足 连高原祖地都无法复活 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 赞倒了